彷徨 第一篇 这是我为LibriVox所做的录音 LibriVox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 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 请点阅LibriVox.org网站 朗读者Tina Ding 彷徨 作者鲁迅 第一篇 祝福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春阵上不必说 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 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 时时发出闪光 接着一声顿响 是颂造的爆竹 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 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 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箱 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 虽说故乡 然而已没有家 所以只得占预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 他是我的本家 比我长一辈 应该称之约四叔 是一个讲理学的老奸生 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 但是老了些 但也还未留胡子 一见面是寒暄 寒暄之后说我胖了 说我胖了之后急大骂其心等 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 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 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 于是不多久 我便一个人胜在书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 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 第三天也照样 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 但是老了些 家中却一律忙 都在准备祝福 这是鲁镇年终的大点 致敬尽礼 迎接福神 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 杀鸡再讹 买猪肉 用心细细地洗 女人的壁骨都在水里浸得通红 有的还带绞丝银镯子 煮熟之后 横七竖八地插些筷子 在这类东西上 可就称为福礼了 午经天陈列起来 并且点上香煮 恭请福神们来享用 拜的却只限于男人 拜完自然 仍然是放炮竹 年年如此 家家如此 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 今年自然也如此 天色欲阴暗了 下午竟下起雪来 雪花大的 有梅花那么大 满天飞舞 夹着烟矮和忙碌的气色 将鲁镇乱成一团糟 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 瓦楞上已经雪白 房里也硬得降光明 极分明地显出 壁上挂着的 猪拓的大寿字 陈团老祖写的 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 松松地卷了 放在长桌上 一边的还在 倒是 市里通达 心气和平 我又无聊赖地到窗下的暗头去一翻 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 一步禁思路极著和一步四叔称 无论如何我明天绝迹要走了 况且一直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 也就使我不能安住 那是下午 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 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他 而且见他瞪着眼睛的视线 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 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 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他的了 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 吉金已经全摆 全部像四十上下的人 脸上受削不堪 黄中带黑 而且削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 仿佛是木磕似的 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 还可以表示它是一个活物 他一手提猪篮 内中一个破碗 空的 一手织一织比他更长的猪肝 下端开了裂 他分明已经存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 预备他来讨钱 你回来了 他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试字的 又是出门人 见试得多 我正要问你一件事 他那没有精彩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他 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地站着 就是 他走近两步 放低了声音 急密密似的 窃窃地说 一个人死了之后 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 一见他眼盯着我的 背上也就遭了盲刺一般 比在学校里遇到 不及预防的临时考 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 黄疾得多了 对于魂灵的有无 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 但在此刻 怎样回答他好呢 我在极短期的愁逐中 想 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 然而他却疑惑了 或者不如说希望 希望其有 又希望其无 人何必增添陌路的人的苦恼 为他起见 不如说有吧 也许有吧 我想 我于是吞吞吐吐地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 地狱 我很吃惊 只得知悟着 地狱论理 就该也有 然而也未必 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 死掉的一家的人 都能见面的 哎 见面不见面呢 这时我已知道 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 什么躊躲 什么计划 都挡不住三句问 我即刻胆怯起来了 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 那是 实在 我说不清 其实 究竟有没有魂灵 我也说不清 我趁他不再紧接地问 迈开步便走 匆匆地逃回四叔的家中 心里很觉得不安逸 自己想 我这答话怕于他有些危险 他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 感到自身的寂寞了 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 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 倘有别的意思 又因此发生别的事 则我的答话 为时该负若干的责任 但随后也就自笑 觉得偶尔的事 本没有什么深意义 而我偏要细细推敲 正无怪 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 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 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 即使发生什么事 与我也毫无关系了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 不经视得勇敢的少年 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 决定医生 万一结果不佳 大抵反成了怨辅 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做结束 便世事逍遥自在了 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 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 也是万不可省的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 过了一夜 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 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 在阴沉的雪天里 在无聊的书房里 这不安愈加强烈了 不如走吧 明天进城去 福星楼的清顿鱼翅 一元一大盘 价廉物美 现在不知增价了否 往日同游的朋友 虽然已经云散 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 即使只有我一个 无论如何 我明天绝迹要走了 我因为常见些 但愿不如所料 以为未必 竟如所料的事 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 所以很恐怕 这事也一律 果然 特别的情形开始了 傍晚 我竟听到有些人 聚在内室里谈话 仿佛议论什么适次的 但不一会 说话声也就止了 只有四叔 且走而且高声地说 不早不迟 偏偏要在这时候 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 接着是很不安 似乎这话与我有关系 失望门外 谁也没有 好容易待到晚饭前 他们的短工来冲茶 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 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 那短工简洁地说 祥林嫂 怎么了 我又赶紧地问 老了 死了 我的心突然紧缩 几乎跳起来 脸上大约也变了色 但他始终没有抬头 所以全部绝 我也就镇定了自己 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 或者就是今天吧 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 还不是穷死的 他淡然地回答 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 出去了 我 然而我的惊慌 却不过暂时的事 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 已经过去 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 说不清 和他之所谓穷死的 宽慰 心里已经渐渐轻松 不过偶然之间 还似乎有些负旧 晚饭摆出来了 四叔俨然地陪着 我也还想打听些 关于祥林嫂的消息 但知道他虽然读过 《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 而忌讳仍然极多 当临近祝福时候 是万不可提起 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 躺不得已 就该用一种替代的言语 可惜我又不知道 因此屡次想问 而终于终止了 我从他俨然的脸色上 又忽而疑他 正以为我不早不迟 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 也是一个谬种 便立刻告诉他 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 趁早放宽了他的心 他也不狠流 这样闷闷地吃完了一餐饭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 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 人们都在灯下匆忙 但窗外很寂静 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入上面 听去似乎瑟瑟有声 使人更加感得沉寂 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 想 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 被人们弃在陈界堆中的 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 先前还将刑骇露在陈界里 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 恐怕要怪压他何以还要存在 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 然而在现世 则无聊生者不生 即使厌见者不见 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 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 一面响 反而渐渐地舒畅起来 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 他的半生事迹的断片 至此也连成一片了 他不是鲁镇人 有一年的冬初 四处家里要换女工 做中人的魏老婆子带他进来了 头上砸着白头绳 乌裙 蓝甲袄 月白背心 年纪大约二十六七 脸色青黄 但两颊却还是红的 魏老婆子叫他祥林嫂 说是自己母家的邻舍 死了当家人 所以出来做工了 四叔皱了皱眉 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 是在讨厌他是一个寡妇 但是他模样还周正 手脚都壮大 又只是顺着眼 不开一句口 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 便不管四叔的皱眉 将他留下了 事工其内他整天的做 似乎闲着就无聊 又有力 简直挤得过一个男子 所以第三天就定局 每月工钱五百文 大家都叫他祥林嫂 没问他姓什么 但中人是魏家山人 既说是邻居 那大概也就姓魏了 他不很爱说话 别人问了才回答 答的也不多 直到十几天之后 这才陆续地知道 他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 一个小叔子 十多岁能打柴了 他是春天没了丈夫的 他本来也打柴为生 比他小十岁 大家所知道的 就只是这一点 日子很快地过去了 他的做工却毫没有谢 食物不论 力气是不息的 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了女工 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 到年底 扫尘 洗地 杀妻 宰娥 彻夜的主福里 全是一人担当 竟没有天断工 然而他反满足 口角边渐渐地有了效应 脸上也白胖了 新年才过 他从河边掏米回来时 忽而失了色 说刚才远远地看见几个男人在对岸徘徊 很像夫家的唐伯 恐怕是正在寻他而来的 四神很惊疑 打听底细 他又不说 四叔一直到就皱一皱眉 道 这不好 恐怕他是逃出来的 他诚然是逃出来的 不多久 这推想就证实了 此后大约十几天 大家正已渐渐忘却了先前的事 为老婆子忽而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 说那是祥林嫂的婆婆 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 然而应酬很从容 说话也能干 寒暄之后就赔罪 说他特来叫他的儿媳回家去 因为开春事务忙 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 即使他的婆婆要他回去 那有什么话可说呢 四叔说 于是算清了工钱 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 他全存在主人家 一文也还没有用 便都交给他的婆婆 那女人又取了衣服 倒过谢出去了 其实已经是正午 哎呀 米呢 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吗 好一会儿 四婶这才尖叫起来 他大约有些饿 记得午饭了 于是大家分头寻陶罗 他先到厨下 次到堂前 后到卧房 全不见陶罗的影子 四叔渡出门外 也不见 一直到河边 才见平平正正地放在岸上 旁边还有一株菜 看见的人报告说 河里面上午就驳了一只白鹏船 鹏是全盖起来的 不知道什么人在里面 但事前也没有人去理会他 带着祥林嫂出来淘米 刚刚要跪下去 那船里便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来 像是山里人 一个抱着他 一个帮着 拖进船去了 祥林嫂还哭喊了几声 此后便再没有什么生息 大约给用什么堵住了吧 接着就走上两个女人来 一个不认识 一个就是喂婆子 窥探仓里不很分明 他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 可恶 然而 四叔说 这天是四婶自己煮中饭 他们的儿子阿牛烧火 午饭之后 喂老婆子又来了 可恶 四叔说 你是什么意思 亏你还会再来见我们 四婶洗着碗 一见面就愤愤地说 你自己见他来 又和伙结他去 闹得废饭迎天的 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 你拿我们家里开玩笑吗 哎呀哎呀 我真上当 我这回就是为此 特地来说说清楚的 他来求我建地方 我哪里料得到 是瞒着他的婆婆的呢 对不起 四老爷 四太太 总是我老发昏不小心 对不起主顾 幸而府上是向来宽宏大量 不肯和小人计较他 这回我一定见一个好的来折罪 然而 四叔说 于是 祥林嫂事件便告终结 不久也就忘去了 只有四婶 因为后来雇佣的女工 大抵非懒即禅 或者禅 而且懒 左右不如意 所以也还提起祥林嫂 每当这些时候 她往往自言自语地说 她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意思是希望她再来 但到第二年的新政 她也就绝了忘 新政将近 为老婆子来拜年了 已经喝得醉醺醺的 自说因为回了一趟 魏家山的娘家 住下几天 所以来得迟了 他们问她之间 自然就谈到祥林嫂 她吗 魏老婆子高兴地说 现在是交了好运了 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时候 是早已许给了 贺家敖的茂老六的 所以回家之后不几天 也就装在花椒里抬去了 哎呀 这样的婆婆 四省惊奇地说 哎呀 我的太太 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 我们山里人 小户人家 这儿算得什么 她有小叔子 也得娶老婆 不嫁了她 哪有这一筑钱来做聘礼 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强干的女人 很有打算 所以就将她嫁到李山去 躺许给本春人 财礼就不多 唯独肯嫁进深山野傲里去的女人少 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 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尽了 彩礼花了五十 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 你看这多么好的打算 祥林嫂尽肯嫁 这有什么嫁不嫁 那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 只要用绳子一捆 塞在花窖里 抬到南家 纳上花罐 拜堂 罐上房门 就完事了 可是祥林嫂真出格 听说那时实在闹得厉害 大家还都说 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 所以与众不同呢 太太 我们见得多了 回头人出嫁 哭喊的也有 说要寻死密活的也有 抬到南家 闹得败不成天地的也有 连花竹都砸了的也有 祥林嫂可是一呼寻常 他们说 他一路只是嚎 骂 抬到贺家敖 喉咙已经全哑了 拉出轿来 两个男人和他的小叔子 使劲地纳住他 也还败不成天地 他们一不小心 一松手 哎呀 阿弥陀佛 他就一头撞在香岸脚上 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 鲜血直流 用了两把香灰 包上两块红布 还止不住血呢 直到七手八脚地 将他和男人 反关在心房里 还是骂 哎呀呀 这真是 他摇一摇头 瞬下眼睛 不说了 后来怎么样呢 四审还问 听说第二天也没有起来 他抬起眼来说 后来呢 后来 起来了 他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 男的 新年就两岁了 我在娘家这几天 就有人到贺家窝去 回来说 看见他们娘娘 母亲也胖 儿子也胖 上头又没有婆婆 男人所有的是力气 会做活 房子是自家的 哎呀 他真是交了好运了 从此以后 四审也就不再提起香岭嫂 但有一年的秋季 大约是得到祥林嫂好运的消息之后的 又过了两个新年 他竟又站在四宿家的堂前了 桌上放着一个鼻齐式的圆栏 沿下一个小铺盖 他仍然头上砸着白头绳 乌裙 蓝甲凹 月白背心 脸色青黄 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 顺着眼 眼角上带些泪痕 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 而且仍然是为老婆子领着 显出慈悲模样 叙叙地对四审说 这实在是叫做天有不测风云 他的男人是坚实人 谁知道年纪轻轻 就会断送在伤寒上 本来已经好了的 吃了一碗冷饭复发了 幸亏有儿子他又能做 打柴 摘茶 养馋都来的 本来还可以守着 谁知道那孩子又会给狼闲去的呢 春天快完了 春上倒反来了狼 谁料到 现在他只剩了一个光身了 大伯来收屋又赶他 他真是走投无路了 只好来求老主人 好在他现在已经再没有什么牵挂 太太家里又凑巧要换人 所以我就领他来 我想熟门熟路比生手实在好多 我真傻 真的 祥林嫂抬起他没有神采的眼睛来 接着说 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 野兽在山凹里没有食吃 会到村里来 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 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 拿小篮盛了一篮豆 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拨豆去 他是很听话的 我的话句句听 他出去了 我就在屋后劈柴 掏米 米下了锅要蒸豆 我叫阿毛没有硬 出去一看 只见豆洒的一地 没有我们的阿毛了 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 各处去一问 果然没有 我急了 央人出去寻 直到下半天 寻来寻去 寻到山凹里 看见刺柴上挂着一纸他的小鞋 大家都说 糟了 怕是糟了狼了 再进去 他果然躺在草巢里 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 手上还紧紧地捏着那只小篮呢 他接着但是乌烟 说不出成居的话来 四审起客还愁躲 待到听完他自己的话 眼圈就有些红了 他想了一想 便叫拿圆篮和铺盖到下房去 为老婆子仿佛卸了一件重担似的 虚了一口气 祥林嫂比出来时候神气舒畅些 不带指引 自己寻熟地安放了铺盖 他从此又在鲁镇做女工了 大家仍然叫他祥林嫂 然而这一回 他的境遇却改变得非常大 上宫之后的两三天 主人们就觉得他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 记性也坏得多 死尸死的脸上又整日没有效应 四审的口气上已颇有些不满了 当他出道的时候 四叔虽然照例皱过眉 但鉴于向来雇佣女工之男 也就并不大反对 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审说 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 但是扮坏风俗的 用他帮忙还可以 祭祀时候可用不着他专手 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 否则不干不净 祖宗是不吃的 四叔家里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 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时候也就是祭祀 这回他却清闲了 桌子放在堂中央 系上桌围 他还记得照旧地去分配酒杯和筷子 祥林嫂你放着吧 我来摆 四婶慌忙地说 他姗姗地缩了手 又去取竹台 祥林嫂你放着吧 我来拿 四婶又慌忙地说 他转了几个圆圈 终于没有事情做 只得疑惑地走开 他在这一天可做的事 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 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他祥林嫂 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 也还和他讲话 但笑容却冷冷的了 他全部理会那些事 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他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我真傻 真的 他说 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 会到村里来 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 我一大早起来就开了门 拿小篮盛了一篮痘 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拨痘去 他是很听话的孩子 我的话句句听 他就出去了 我就在屋后劈柴 掏米 米下了锅 打算蒸豆 我叫阿毛 没有硬 出去一看 只见豆撒得满地 没有我们的阿毛了 各处去一问 都没有 我急了 让人去寻去 直到下半天 几个人寻到山坳里 看见刺柴上挂着一纸他的小鞋 大家都说 完了 怕是遭了狼了 再进去 果然 他躺在草草里 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 可怜他手里还紧紧地捏着那只小蓝呢 他于是躺下眼泪来 声音也乌液了 这故事倒颇有效 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恋起笑容 没趣地走了开去 女人们却不读宽恕了他似的 脸上立刻改换了笔薄的尘气 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 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他的话 便特意寻来要听他这一段悲惨的故事 直到他说到乌液 他们也就一起留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 叹息一番满足地去了 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 他就只是反复地向人说他悲惨的故事 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他 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 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 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 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他的话 一听到就繁衍得头痛 我真傻,真的 他开手说 是的,你是单知道 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 才会到春里来的 他们立即打断他的话 走开去了 他张着口睁睁地站着 直着眼睛看他们 接着也就走了 似乎自己也觉得没趣 但他还妄想西徒从别的事 如小兰、豆、别人的孩子上 引出他的阿毛的故事来 躺一看见两三岁的小孩子 他就说 爱爱,我们的阿毛如果还在 也就有这么大了 孩子看见他的眼光就吃惊 牵着母亲的衣巾催他走 于是又只剩下他一个 终于没趣的也走了 后来大家又都知道了他的脾气 只要有孩子在眼前 便似笑非笑地先问他道 祥林嫂 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 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吗 他未必知道他的悲哀 经大家主角赏见了许多天 早已成为渣仔 只值得繁艳和唾弃 但从人们的效应上 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 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 他单是一撇他们 并不回答一句话 鲁镇永远是过新年 腊月二十以后就活起来了 四叔家里 这回徐顾男短工 还是忙不过来 另叫柳妈做帮手 杀鸡宰鹅 然而柳妈是善女人 吃素不杀生的 只肯喜气敏 祥林嫂除烧火之外 没有别的事 却闲着了 坐着只看柳妈喜气敏 微雪点点地下来了 哎 我真傻 祥林嫂看了天空 叹息着 独语似地说 祥林嫂 你又来了 柳妈不耐烦地 看着她的脸说 我问你 你额脚上的伤痕 不就是那时撞坏的吗 嗯嗯 他含糊地回答 我问你 你那时怎么后来 进一了呢 我吗 你呀 我想 这总是你自己愿意了 不然 哎 你不知道他 力气多么大呀 我不信 我不信你这么大的 力气 真会熬他不过 你后来一定是自己啃了 倒推说他力气大 哎 你倒自己试试着 他笑了 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 使他促缩得像一个核桃 干枯的小眼睛 一看祥林嫂的额角 又盯住他的眼 祥林嫂 似狠局促了 立刻练了笑容 旋转眼光 自去看雪花 小林嫂 你实在不合算 柳妈 鬼秘地说 再一将 或者索性 撞一个死 就好了 现在呢 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 过活不到两年 倒落了一件大罪名 你想 你将来到阴司去 那两个死鬼的男人 还要争 你给了谁好呢 言诺大王 只好把你锯开来 分给他们 我想 这真是 他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 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 我想 你不如及早抵挡 你到土地庙里 去捐一条门槛 当作你的替身 给千人踏 万人跨 赎了这一世的罪名 免得死了去受苦 他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 但大约非常苦闷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 早饭之后 他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 求捐门槛 庙柱起初执意不允许 直到他急得流泪 才勉强答应了 价目是大钱十二千 他久已不和人们交口 因为阿毛的故事 是早被大家咽气了的 但自从和柳妈谈了天 似乎又急传扬开去 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 又来逗他说话了 至于题目 那自然是换了一个信仰 钻在他额上的伤疤 祥林嫂 我问你 你那时怎么尽肯了 一个说 唉 可惜 白撞了这一下 一个看着他的疤 硬喝道 他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 也知道是在嘲笑他 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 后来连头也不回了 他整日紧闭了嘴唇 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 默默地跑街 扫地 洗菜 淘米 快过一年 他才从四省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 换算了十二元阴阳 请假到镇的西头去 但不到一顿饭时候 他便回来 神气很舒畅 眼光也愤外有神 高兴似地对四省说 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 冬至的祭祖时节 他做得更出力 看四省装好祭品 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 他便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吧 祥林嫂 四省慌忙大声说 他像是受了泡烙似的缩手 脸色同时变作灰黑 也不再去取竹台 只是失神地站着 直到四省上香的时候 叫他走开 他才走开 这一回他的变化非常大 第二天 不但眼睛凹陷下去 连精神也更不济了 而且很胆怯 不独怕暗夜 怕黑影 即使看见人 虽是自己的主人 也总坠坠的 有如在白天出血游行的小鼠 否则呆坐着 只是一个木偶人 不半年 头发也花白起来了 记性尤其坏 圣儿至于常常忘却了去逃米 祥林嫂怎么这样了 倒不如那时不留他 四省有时当面就这样说 似乎是警告他 然而他总如此 全部见有伶俐起来的希望 他们于是想打发他走了 叫他回到魏老婆子那里去 但当我还在鲁镇的时候 不过单是这样说 看现在的形状 可见后来终于实行了 然而他是从四叔家出去 就成了乞丐的呢 还是先到魏老婆子家 然后再成乞丐的呢 那我可不知道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 而吉祥的爆竹声惊醒 看见豆一般大的 黄色的灯火光 接着又听得 嗶嗶啵啵的鞭炮 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 直到已是五经将近时候 我在朦胧中 又隐约听到 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 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 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 拥抱了全市镇 我在这反响的拥抱中 也懒散而且舒适 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 全给祝福的空气 一扫而空了 只觉得天地盛众 心想了生理和香烟 都醉醺醺地在空中瞒山 预备给鲁镇的人们 以无限的幸福 第一篇结束 彷徨 第二篇 这是我为LibriVox 所做的录音 LibriVox的录音 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 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 或想加入义工行列 请点阅LibriVox.org 蓝读者 Tina Ding 彷徨 作者鲁迅 第二篇 伤读 宣声的手记 如果我能够 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 为子君 为自己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 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 时光过得真快 我爱子君 仗着他逃出这寂静和空虚 已经满一年了 事情又这么不凑巧 我从来时 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 依然是这样的破窗 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子藤 这样的窗前的方桌 这样的败臂 这样的靠臂的板床 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 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 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 全未有过 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 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 在一年之前 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 常常含着期待 期待子君的到来 在九代的焦躁中 一听到皮鞋的高底间 触着砖路的清响 是怎样的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哈 于是就看见带着笑窝的苍白的圆脸 苍白的瘦的壁膊 布的有条纹的衫子 悬色的裙 他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 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丝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现在呢 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 子君却绝不再来了 而且永远永远的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 我什么也看不见 在百无聊赖中顺手抓过一本书来 科学也好 文学也好 横竖什么都一样 看下去看下去 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 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 只是耳朵却分外的灵 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吕声 从中便有子君的 而且妥妥地逐渐临近 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 终于消失在别的不生的杂踏中了 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生的 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 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生的 常常穿着心皮鞋的 灵院的擦雪花糕的小东西 莫非他翻了车吗 莫非他被电车撞伤了吗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他 然而他的包袖 就曾经当面骂过我 木然他的邪声进来了 一步响于一步 迎出去时 却已经走过子藤棚下 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 他在他熟子的家里 大约并未受气 我的心凝贴了 默默地相识片食之后 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雨声 谈家庭专制 谈打破旧习惯 谈男女平等 谈伊博生 谈泰格尔 谈雪莱 他总是微笑点头 两眼里弥漫着 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壁上就盯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 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 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 当我只给他看时 他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 似乎不好意思了 这些地方 子军就大概还未拖进旧思想的束缚 我后来也想 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 或是伊博生的吧 但也终于没有换 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哪里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 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 又谈起他在这里的包叔和在家的父亲时 他默想了一会之后 分明地 坚决地 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 其实 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 我的身世 我的缺点 很少隐瞒 他也完全了解的了 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 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 而且说不出的狂喜 直到中国女性 并不如艳世家所说 那样的无法可施 在不远的将来 便要看见辉煌的树色的 送他出门 赵丽氏相离十多不远 赵丽是那黏玉虚的老东西的脸 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 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 到外院 赵丽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个小东西的脸 加厚的雪花糕 他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 没有看见 我骄傲地回来 我是我自己的 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彻底的思想就在他的脑里 比我还透彻 坚强得多 半瓶雪花糕和鼻尖的小平面 于他能算什么东西呢 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他 岂但现在 那时的事后便已模糊 夜间回响 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 同居以后一两月 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 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 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 排列过措辞的先后 以及他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 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 在慌张中 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 后来一想到 就使我很愧虑 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意 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 照见我含泪握着他的手 一条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 便是子军的言语举动 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 仅知道他已经允许我了 但也还仿佛记得他脸色变成清白 后来又渐渐转作飞红 没有见过 也没有再见的飞红 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 但是夹着惊疑的光 虽然立闭我的视线 张黄地似乎要破窗飞去 然而我知道他已经允许我了 没有知道他怎样说 或是没有说 他却是什么都记得 我的言词 尽致于读熟了的一般 能够滔滔背诵 我的举动 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 叙述得如声 很细微 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得浅薄的电影的一闪 夜蓝人静 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 我尝试被质问 被考验 并且背命复述当时的言语 然而常须由他补足 由他纠正 像一个丁等的学生 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 但我只要看见他两眼注视空中 出神似的凝想着 于是神色越加柔和 笑窝也伸下去 便知道他又在自修旧课了 只是我很怕他看到我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 但我又知道他一定要看见 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他并不觉得可笑 即使我自己以为可笑 善而至于可比的 他也毫不以为可笑 这是我知道的很清楚 因为他爱我是这样的热烈 这样的纯真 去年的牧春 是最为幸福 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 我的心平静下去了 但又有别一部分和身体 一同忙碌起来 我们这时才在路上同行 也到过几回公园 最多的是寻住所 我觉得在路上 时时遇到探索 绩效 猥亵和轻蔑的眼光 一不小心 便使我的全身有些色索 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 来支持 他却是大无畏的 对于这些全部关心 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 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 大半是被托词拒绝 小半是我们以为不相移 起先我们选择得很苛酷 也非苛酷 因为看去大底不像是我们的安身之所 后来便只要他们能相容了 看了二十多处 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 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里的两间男屋 主人是一个小官 然而倒是明白人 自住着正屋和厢房 他只有夫人和一个不到周岁的女孩子 雇一个乡下的女工 只要孩子不提哭 是极其安闲幽静的 我们的家具很简单 但已经用去了我的筹来的款子的大半 子君还卖掉了他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 我拦阻他 还是定要卖 我也就不再坚持下去了 我知道不给他加入一点股份去 他是住不舒服的 和他的叔子 他早经闹开 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他做侄女 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中故 其实是替我胆怯 或者竟是极度的朋友绝了交 然而这倒也清静 每日办公散后 虽然已经黄昏 车夫又一定走得这样慢 但究竟还有二人相对的时候 我们先是沉默地相识 接着是放怀而亲密的交谈 后来又是沉默 大家低头沉思着 却并未想着什么事 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他的身体 他的灵魂 不过三星期 我似乎与他已经更加了解 接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 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 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子君也逐日活泼起来 但他并不爱花 我在庙会时 买来的两盆小草花 四天不交 枯死在壁角了 我又没有照顾一切的闲暇 然而他爱动物 也许是从关太太那里传染的吧 不一跃 我们的眷属便骤然加得很多 四只小游鸡 在小院子里 和房主人的十多指 再一同走 但他们却认识鸡的相貌 各知道哪一只是自家的 还有一只花白的巴狗 从庙会买来 记得似乎原有名字 子君却给他另起了一个 叫做阿随 我就叫他阿随 但我不喜欢这名字 这是真的 爱情必须时时更新 生长 创造 我和子君说起这 他也领会地点点头 哎哎 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 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 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 我们在会馆里时 还偶尔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 自从到吉兆活动以来 连这一点也没有了 我们只在灯下对座的怀旧坛中 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 重生一般的乐趣 子君竟胖了起来 脸色也红火了 可惜的是忙 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 何况读书和散步 我们常说 我们总还得雇一个女工 这就使我也一样的不快活 傍晚回来 常见他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 尤其使我不乐的是 他要装作勉强的笑容 幸而探听出来了 也还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 导火线便是两家的小游击 但又何必硬不告诉我呢 人总该有一个独立的家庭 这样的处所是不能居住的 我的路也注定了 每星期中的六天 是由家到局 又由局到家 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 抄抄 抄些公文和信件 在家里 是和他相对 或帮他生白炉子 煮饭 蒸馒头 我的学会了煮饭 就在这时候 但我的食品 却比在会馆里 是好得多了 做菜虽不是子军的特长 然而他与此 却倾注着权力 对于他的日夜的操心 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 来算作分干共苦 况且 他又这样的中日汗流满面 短发都粘在脑额上 两只手 又只是这样的粗糙起来 况且还要四阿随 四游击 都是非他不可的工作 我曾经忠顾他 我不吃到也罢了 却万不可这样的操劳 他只看了我一眼 不开口 神色却似乎有点欺然 我也只好不开口 然而他还是这样的操劳 我所预期的打击 果然到来 双齿节的前一晚 我呆坐着 他在洗碗 听到打门声 我去开门时 是局里的信差 交给我一张油印的纸条 我就有些料到了 到灯下去一看 果然 印着的就是 奉局长玉 使捐生 卓不庸到局办事秘书处起 10月9号 这在会馆里时 我就早已料到了 那雪花高便是 局长的儿子的独有 一定要去添些谣言 设法报告的 到现在才发生笑颜 已经要算是很晚的了 其实 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 因为我早就决定 可以给别人去抄写 或者教读 或者虽然费力 也还可以一点书 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 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 两月前还通过信 但我的心却跳跃着 那么一个无谓的子君 也变了色 尤其使我痛心 他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 那算什么 我们干新的 我们 他说 他的话没有说完 不知怎的 那声音在我听去 却只是浮浮的 灯光也觉得格外暗淡 人们真是可笑的动物 一点极为莫的小事情 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 我们先是默默地相识 逐渐商量起来 终于决定将现有的钱 竭力节省 一面登小广告 去寻求抄写和教读 一面写信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 说明我目下的遭遇 请他收用我的译本 给我帮一点艰辛时候的忙 说做 就做吧 来开一条新的路 我立刻转身向了书案 推开盛香油的瓶子和触碟 子君便送过那暗淡的灯来 我先拟广告 其次是选定可义的书 迁移以来未曾翻阅过 每本的头上都满漫着灰尘了 最后才写信 我很肺愁愁 不知道怎样措辞好 当停笔宁斯的时候 转眼去一撇他的脸 在昏暗的灯光下 又很显得欺然 我真不料这样维系的小事情 竟会给坚决的无谓的子君 以这么显著的变化 他近来实在变得很雀弱了 但也并不是今夜才开始的 我的心因此更缭乱 忽然有安宁的生活的影像 会馆里的破屋的寂静 在眼前一闪 刚刚想定睛凝视 却又看见了昏暗的灯光 许久之后 信也写成了 是一封颇长的信 很觉得疲劳 仿佛近来自己也较为雀弱了 于是我们决定 广告和发信就在明日一同实行 大家不约而同地伸直了腰枝 在无言中 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坚韧 倔强的精神 还看见从新萌芽起来的将来的希望 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 局里的生活 远如鸟费子手里的禽鸟一般 仅有一点小米维系缠生 绝不会肥胖 日子一久 只落得麻皮了赤子 即使放龙外 早已不能奋飞 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 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 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赤子的扇动 小广告是一时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 但一书也不是容易事 先前看过以为已经懂得的 一动手却疑难百出了 进行得很慢 然而我绝技努力地做 一本半新的字典不到半月 边上便有了一大片乌黑的纸痕 这就证明着我的工作的切实 自由之友的总编辑曾经说过 他的刊物是绝不会埋没好稿子的 可惜的是我没有一件近事 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 善于体贴了 房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 弥漫着煤烟 使人不能安心做事 但是这自然还只能怨我自己 无力置一间书斋 然而又加以阿随 加以油鸡们 加以油鸡们又大起来了 更容易成为两家争吵的引线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饭 子君的工业 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 吃了筹钱 筹来吃饭 还要为阿随四油鸡 他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 也不想到我的构思 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 即使在做中给看一点怒涩 他总之不改变 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 使他明白了我的做工 不能受规定的吃饭的束缚 就废去五星期 他明白之后大约很不高兴吧 可是没有说 我的工作果然从此较为迅速地进行 不久就共益了五万言 只要润测一回 便可以和做好的两篇小品 一同寄给自由之友去 只是吃饭却依然给我鼓脑 菜冷是无妨的 然而静不够 有时连饭也不够 虽然我因为中日坐在家里用脑 饭量已经比千钱要减少得多 这是先去喂了阿隋了 有时还并那近来连自己也轻易不吃的羊肉 他说 阿隋实在受得太可怜 仿东太太还因此失笑我们了 他受不住这样的奚落 于是吃我残饭的便只有游鸡们 这是我鸡酒才看出来的 但同时也如赫薛黎的认定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一般 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 不过是巴尔狗和游鸡之间 后来竟多次的抗争和催逼 游鸡们也逐渐成为摇转 我们和阿隋都享用了十多日的鲜肥 可是其实都很瘦 因为他们早已每日只能得到几粒高粱了 从此便清静得多 只有子君很颓唐 似乎常觉得凄苦和无聊 至于不大愿意开口 我想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哈 但是阿隋也将留不住了 我们已经不能再希望从什么地方会有来信 子君也早没有一点食物可以引他打拱或直立起来 冬季又逼近得这么快 火炉就要成为很大的问题 他的食量在我们其实早是一个极易觉得的很重的负担 于是连他也留不住了 当时插了草标到庙市去出卖 也许能得几文钱吧 然而我们都不能也不愿这样做 终于是用包袱蒙着头 由我带到西郊去放掉了 还要追上来 便推在一个并不很深的土坑里 我一回遇 觉得又清静得多多了 但子君的凄惨的神色 却使我很吃惊 那是没有见过的神色 自然是为阿随 但又何至于此呢 我还没有说起推在土坑里的事 到夜间 在他的凄惨的神色中 加上冰冷的份子了 奇怪 子君 你怎么今天这样了 我忍不住问 什么 他连看也不看我 你的脸色 没有什么 什么也没有 我终于从他言动上看出 他大概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忍心的人 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 虽然因为骄傲 向来不与世交来往 迁局以后 也疏远了所有旧事的人 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 生路还宽广得很 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 大半倒是为他 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 但子君的事件 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 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 我捡了一个机会 将这些道理暗示他 他领会似的点头 然而看他后来的情形 他是没有懂 或者是并不相信的 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 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 但是往哪里去呢 大道上公园里 虽然没有冰冷的神情 冷风究竟也刺着人皮肤欲裂 我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 觅得了我的天堂 那里无需买票 阅书室里又装着两个铁火炉 纵使不过是烧着 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炉 但单是看见装着它 精神上也就总觉得有些温暖 书却无可看 旧的臣服 新的是几乎没有的 好在我到那里去 也并非为看书 另外时常还有几个人 多则十余人 都是单薄衣裳 正如我 个人看个人的书 作为取暖的口实 这与我尤为合适 道路上容易遇见熟人 得到轻蔑的一撇 但此地却绝无那样的横祸 因为它们是永远围在别的铁路旁 或者靠在自家的白鲁边的 那里虽然没有书给我看 却还有安闲容得我想 带到孤身哭作 回忆从前 这才觉得大半年来 只为了爱 盲目的爱 而将别的人生的药益 全盘疏忽了 第一便是生活 人必生活着 爱才有所复理 世界上并非没有 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 我也还未忘却赤子的煽动 虽然比先前已经腿躺得多 屋子和读者渐渐消失了 我看见怒涛中的渔夫 战壕中的兵士 摩托车中的贵人 洋场上的投机家 深山密林中的豪杰 讲台上的教授 婚夜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 子军不再近旁 他的勇气都失掉了 只为着阿随悲愤 为着做饭出神 然而奇怪的是 倒也并不怎样受损 冷了起来 火炉里的不死不活的几片硬霉 也终于烧尽了 也是闭馆的时候 又须回到吉兆胡同 领略冰冷的颜色去了 近来也间或遇到温暖的神情 但这却反而增加我的苦痛 记得有一夜 子军的眼里忽而又发出 久已不见的稚气的光来 笑着和我谈到 还在会馆时候的情形 时时又很带些恐怖的神色 我知道我进来的超过他的冷漠 已经引起他的忧仪来 只得也勉力谈笑 想给他一点慰藉 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脸 我的话一出口 却即刻变为空虚 这空虚又即刻发生反响 回向我的耳目里 给我一个难堪的恶毒的冷嘲 子军似乎也觉得的 从此便失掉了他 往常的麻木似的镇静 虽然竭力掩饰 总还是时时露出 优移的神色来 但对我却温和得多了 我要明告他 但我还没有敢 当决心要说的时候 看见他孩子一般的眼色 就使我只得 暂且改做勉强的欢容 但是这又即刻来冷嘲我 并使我失去那冷漠的镇静 他从此又开始了 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 逼我做出许多虚伪的 温存的答案来 将温存示给他 虚伪的草稿便写在自己的心上 我的心见被这些草稿填满了 常觉得难于呼吸 我在苦恼中常常想 说真实自然需有极大的勇气的 假如没有这勇气 而苟安于虚伪 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 不读不是这个 连这人也未尝有 子君有怨色 在早晨 极冷的早晨 这是从未见过的 但也许是从我看来的怨色 我那时冷冷的气愤和暗笑了 他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 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 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 他早已什么书也不看 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拙 是求生 向着这求生的道路 是必须携手同行 或奋身孤枉的了 唐使只知道垂着一个人的衣角 那便是虽战事也难于战斗 只得一同灭亡 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 他应该决然舍去 我也突然想到他的死 然而立刻自责 忏悔了 幸而是早晨 时间正多 我可以说我的真实 我们的新的道路的开辟 便在这一招 我和他闲谈 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 提到文艺 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 文人的作品 诺拉 海的女人 称扬诺拉的果决 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 讲过的那些话 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 从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 时时疑心有一个隐情的坏孩子 在背后恶意地 刻毒的小舌 他还是点头答应着倾听 后来沉默了 我也就断续地说完了我的话 连语音都消失在虚空中了 是的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 说 但是娟生 我觉得你近来很两样了 可是的 你 你老实告诉我 我觉得 这似乎给了我当头一级 但也立即定了神 说出我的意见和主张来 新的路的开辟 新的生活的再造 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 林默 我用了十分的决心 加上这几句话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需顾虑 勇往直前了 你要我老实说 是的 人是不该虚伪的 我老实说吧 因为 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 但这与你倒好得多 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我同时预期这大的变故的到来 然而只有沉默 他脸色陡然变成辉煌 死了似的 瞬间 便又苏生 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 这眼光射向四处 正如孩子在饥渴中 寻求着慈爱的母亲 但只在空中寻求 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 我不能看下去了 幸而是早晨 我冒着寒风 静奔通俗图书馆 在那里看见自由之友 我的小品文都登出了 这使我一惊 仿佛得了一点生气 我想 生活的路还很多 但是 现在这样也还是不行的 我开始去访问 久已不相闻闻的熟人 但这也不过一两次 他们的屋子 自然是暖和的 我在骨髓中 却觉得寒烈 夜间 便卷浮在 比冰还冷的冷屋中 冰的针 刺着我的灵魂 使我永远苦于麻木的疼痛 生活的路还很多 我也还没有忘却 赤子的煽动 我想 我突然想到他的死 然而立刻自责 忏悔了 在通俗图书馆里 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 新的生路横在前面 他勇猛地觉悟了 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 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 我便轻如行云 漂浮空气 上有蔚蓝的天 下是深山大海 广煞高楼 战场 摩托车 洋场 公馆 晴明的闹市 黑暗的夜 而且真的 我预感的这新生面 便要来到了 我们总算度过了 极难忍受的冬天 这北京的冬天 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 坏孩子的手里一般 被戏着戏线 尽情玩弄 虐待 虽然信而没有送掉性命 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 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 写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 已经有三封信 这才得到回信 信封里只有两张书卷 两角的和三角的 我却当时催 就用了九分的邮票 一天的饥饿 又都白挨给 予己一无所得的空虚了 然而觉得要来的事 却终于来到了 这是冬春之交的事 风已没有这么冷 我也更久地在外面徘徊 带着回家 大概已经昏黑 就在这样一个昏黑的晚上 我照常没精打采地回来 一看见寓所的门 也照常更加丧气 使脚步放得更缓 但终于走进自己的屋子里了 没有灯火 摸火柴点起来时 是异样的寂寞和空虚 正在错愕中 湾太太便到窗外来 叫我出去 今天子军的父亲来到这里 将他接回去了 他很简单地说 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 我便如脑后受了一击 无言地站着 他去了吗 过了些时 我只问出这样一句话 他去了 他 他可说什么 没说什么 但是偷我见你回来时 告诉你 说他去了 我不信 但是屋子里 是异样的寂寞和空虚 我片看各处 群觅子军 只见几件破旧而黯淡的家具 都显得极其轻疏 在证明着 他们毫无隐匿 一人一物的能力 我转念寻信 或他留下的字迹也没有 只是盐和干辣椒 面粉 半株白菜 却聚集在一处了 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 这是我们两人 生活材料的全腹 现在他就郑重地 将这留给我一个人 在不言中 叫我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 我似乎被周围所排挤 奔到院子中间 有昏黑在我的周围 正乌的纸窗上 映出明亮的灯光 他们正在逗着孩子推笑 我的心也沉静下来 觉得在沉重的破压中 渐渐隐约地 献出拖走的路径 深山大泽 阳场 电灯下的盛宴 豪沟 最黑最黑的深夜 历刃的一击 毫无声响的脚步 心地有些轻松 舒展了 想到吕沸 并且嘘一口气 躺着 在合着的眼前 经过的预想的前途 不到半夜已经陷进 暗中忽然仿佛 看见一堆食物 这之后 便浮出一个 子君的辉煌的脸来 睁了孩子气的眼睛 啃托似地看着我 我一定神 什么也没有了 但我的心 却又觉得沉重 我为什么偏不忍耐几天 要这样积极地 告诉他真话的呢 现在他知道 他以后所有的 只是他父亲 儿女的债主 的烈日一般的 颜危和旁人的 晒过冰霜的冷眼 此外便是虚空 负着虚空的重担 在颜危和冷眼中 走着所谓人生的路 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啊 而况这路的尽头 又不过是 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我不应该将真实 说给子君 我们相爱过 我应该永久奉献他 我的说谎 如果真实可以宝贵 这在子君 就不该是一个 沉重的空虚 黄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 然而林墨 至多也不过 这样的沉重 我以为将真实 说给子君 他便可以毫无顾虑 坚决地毅然前行 一如我们将要 统居时那样 但这恐怕是我错误了 他当时的勇敢和无畏 是因为爱 我没有负着虚伪的 重担的勇气 却将真实的重担 卸给他了 他爱我之后 就要负了这重担 在言威和冷眼中 走着所谓人生的路 我想到他的死 看见我是一个悲阙者 应该被病于 强有力的人们 无论是真实者 虚伪者 然而他却自始至终 还希望我维持 较久的生活 我要离开吉兆胡同 在这里是异样的 空虚和寂寞 我想只要离开这里 子君便如还在我的身边 至少也如还在城中 有一天 将要出乎一表的访我 像住在会馆时候似的 然而一切请托和书信 都是一无反响 我不得已只好访问一个 久不问候的市郊去了 他是我伯父的幼年的铜窗 以正经出名的拔贡 欲经很久 郊游也广阔的 大概因为衣服的破旧吧 一灯门便很糟门房的白眼 好容易才相见 也还相识 但是很冷落 我们的往事 他全都知道了 自然也不能在这里了 他听了我托他 在别处密室之后 冷冷地说 但哪里去呢 很难 你呢 什么呢 你的朋友吧 子君 你可知道 他死了 我惊得没有话 真的 我终于不自觉地问 哈哈 自然真的 我家的王生的家 就和他家同村 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谁知道呢 总之 是死了就是了 我已经忘却了怎样辞别他 回到自己的寓所 我知道他是不说谎话的 子君总不会再来的了 像去年那样 他虽是想在颜危和冷眼中 负着虚空的重担来走 所谓人生的路 也已经不能 他的命运 已经决定 他在我所给予的真实 无碍的人间 死灭了 自然我不能在这里了 但是 哪里去呢 思维是广大的空虚 还有死的寂静 死于无碍的人们 眼前的黑暗 我仿佛一一看见 还听得一切苦闷 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 我还期待着新的东西到来 无明的 意外的 但一天一天 无非是死的寂静 我比先前 已经不大出门 只坐卧在广大的空虚里 一任这死的寂静 侵蚀着我的灵魂 死的寂静 有时也自己站立 自己退藏 于是在这绝续之交 便闪出无明的 意外的 新的期待 一天是阴沉的上午 太阳还不能从云里面挣扎出来 连空气都疲乏着 耳中听到细碎的 不声和羞羞的鼻息 使我睁开眼 大致一看 屋子里还是空虚 但偶然看到地面 却盘旋着一批小小的动物 瘦弱的 半死的 满身灰土的 我一细看 我的心就一停 接着便直跳起来 那是阿随 他回来了 我的离开 集召胡同 也不单是为了房主人们 和他家女工的冷眼 大半就为着这阿随 但是哪里去呢 新的生路自然还很多 我约列之道 也肩或依稀看见 觉得就在我面前 然而我还没有知道 跨进那里去的 第一步的方法 经过许多回的思量和比较 也还只有会馆 是还能相容的地方 依然是这样的破屋 这样的板床 这样的半哭的 槐树和紫藤 但那时使我希望 欢心 爱 生活的 却全都逝去了 只有一个虚空 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 新的生路还很多 我必须跨进去 因为我还活着 但我还不知道 怎样跨出那第一步 有时 反复看见那生路 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 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 我等着 等着 看看临近 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 初春的夜 还是那么长 长久的枯座中 记起上午 在街头所见的葬事 前面是指人指马 后面是唱歌一般的哭声 我现在已经知道 他们的聪明了 这是多么轻松简洁的事 然而子军的葬事 却又在我的眼前 是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 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 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 言威和冷眼里了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 真有所谓地狱 那么 即使在聂风怒吼之中 我也将寻觅子军 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 祈求他的饶恕 否则 地狱的独焰将围绕我 猛烈着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聂风和独焰中 拥抱子军 弃他宽容 或者使他快意 但是 这却更虚空于新的生路 现在所有的 只是初春的夜 竟还是那么长 我活着 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 那第一步 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 为子军 为自己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 给子军送葬 葬在遗忘中 我要遗忘 我为自己 并且要不再想到 这用了遗忘给子军送葬 我要向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 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新的创伤中 默默地前行 用遗忘和说谎 做我的前导 第二篇结束 彷徨第三篇 这是我为LibriVox 所做的录音 LibriVox的录音 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 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 或想加入义工行列 请点阅LibriVox.org 网站 朗读者 Tina Ding 彷徨 作者 鲁迅 第三篇 在九楼上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 绕道访了我的家乡 就到S城 这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 坐了小船 小半天可到 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 当过一年的教员 深冬雪厚 风景凄清 蓝散和怀旧的心绪连结起来 我竟占预在S城的洛斯旅馆里了 这旅馆是先前所没有的 城圈本不大 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 一个也不在 早不知散到哪里去了 经过学校的门口 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 与我很生疏 不到两个时辰 我的异性早已所然 颇毁此来为多事了 我所住的旅馆是租房不卖饭的 饭菜必须另外叫来 但又无味 入口如嚼泥土 窗外只有自横斑驳的墙壁 沾着枯死的煤台 上面是牵涩的天 白矮矮的绝无精彩 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 我午餐本没有饱 又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 便很自然地想到先前 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 叫伊石居的 算来离旅馆并不远 我于是立即锁了房门 出街向那酒楼去 其实也无非想 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 并不专为买醉 伊石居是在的 狭小殷尸的店面 和破旧的招牌都依旧 但从掌柜以至唐官 却已没有一个熟人 我在这一时居中 也完全成了生客 然而我终于跨上 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去了 由此进到小楼上 上面也依然是五张小板桌 独有原始木陵的后窗 却换迁了玻璃 一斤烧酒 菜十个油豆腐 辣酱要多 客人 酒 唐官懒懒地说着 放下杯块 酒壶和碗碟 酒到了 我转脸向了板桌 排好器具 蒸出酒来 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香 但难来又只能算一个克子 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 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 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略带些哀愁 然而很舒服地挟一口酒 酒味很纯正 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 可惜辣酱太淡薄 本来S城是不懂得吃辣的 大概是因为正在下午的缘故吧 这回说是酒楼 却毫无酒楼气 我已经喝下三杯酒去了 而我以外还是四张空板桌 我看着肺源 渐渐地感到孤独 但又不愿有别的酒客上来 偶然听得楼梯上脚步响 便不由地有些懊恼 待到看见是唐官 才又安心了 这样的又喝了两杯酒 我想这回定是酒客了 因为听得那脚步声 比唐官的要缓得多 约略料他走完了楼梯的时候 我便害怕似地抬头 去看着无干的同伴 同时也就吃惊地站起来 我尽不料在这里 意外地遇见朋友了 假如他现在还许我 称他为朋友 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 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 面貌虽然我有些改变 但一见也就认识 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 很不像当年敏捷 精悍的吕唯辅了 啊 唯辅是你吗 我万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啊 是你 我也万想不到 我就邀他同坐 但他似乎略略躊躇之后 方才坐下来 我起先狠以为其 接着便有些悲伤 而且不快了 细看他相貌 也还是乱蓬蓬的虚发 苍白的长方脸 然而衰瘦了 精神很沉静 或者却是腿躺 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 也湿了精彩 但当他缓缓地四顾的时候 却对肺原呼地闪出 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 射人的光来 我们 我高兴得 然而颇不自然地说 我们这一别 怕有十年了吧 我早知道你在济南 可是实在懒得太难 终于没有写一封信 彼此都一样 可是现在我在太原了 已经两年多和我的母亲 我回来接他的时候 知道你早搬走了 搬得很干净 你在太原做什么呢 我问 交书在一个同乡的家里 这以前呢 这以前嘛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只烟卷来 点了火 咸在嘴里 看着喷出的烟雾 沉思似地说 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 等于什么也没有做 他也问我别后的景况 我一面告诉他一个大概 一面叫唐官先取杯快来 使他先喝着我的酒 然后再去添二斤 期间还点菜 我们先前原是毫不客气的 但此刻却推让起来了 终于说不清 哪一样是谁点的 就从唐官的口头报告上 指定了四样菜 茴香豆 丢肉 油豆腐 青鱼干 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可笑 他一手擎着烟卷 一只手扶着酒杯 似笑非笑地向我说 我在少年时 看见疯子或影子停在一个地方 给什么来一下 即刻飞去了 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 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 也可怜 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 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 又不料你也回来了 你不能飞得更远些吗 这难说 大爷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吧 我也似笑非笑地说 但是你为什么飞回来的呢 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 他一口喝干了一杯酒 吸几口烟 眼睛略为张大了 无聊的 但是我们就谈谈 唐官搬上新天的韭菜来 排满了一桌 楼上又添了烟气和油豆腐的热气 仿佛热闹起来了 楼外的雪也越加纷纷地下 你也许本来知道 他接着说 我曾经有一个小兄弟 是三岁上死掉的 就葬在这乡下 我连他的模样都记不清楚了 但听母亲说 是一个很可爱念的孩子 和我也很相投 至今他提起来还似乎要下泪 今年春天 一个堂兄就来了一封信 说他的坟边已经渐渐地进了水 不久怕要陷入河里去了 须得赶紧去设法 母亲一直到就很着急 几乎几夜睡不着 他又自己能看信的 然而我能有什么法子呢 没有钱 没有功夫 当时什么法也没有 一直挨到现在 趁着年假的闲控 我才得回南给他来签葬 他又喝干一杯酒 看说窗外 说 这在那边哪里能如此呢 鸡血里会有花 雪地下会不动 就在前天 我在城里买了一口小棺材 因为我预料 那地下的应该早已朽烂了 带着棉絮和被褥 雇了四个土工 下乡千藏去 我当时忽而很高兴 愿意决一回坟 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木的小兄弟的骨质 这些事我生平都没有经历过 倒得坟地 果然河水只是咬进来 离坟已不到二尺远 可怜的坟两年没有陪土 也平下去了 我站在雪中 决然地指着他对土工说 绝开来 我实在是一个庸人 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稀奇 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 但土工们却毫不害怪 就动手绝下去了 带到绝着矿穴 我便过去看 不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 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 我的心战动 自去拔开这些 很小心的 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 然而出乎意外 被褥 衣服 骨骼 什么也没有 我想 这些都消尽了 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 也许还有吧 我便扶下去 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 仔仔细细地看 也没有 踪影全无 我忽而看见他 眼圈为红了 便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 他总不狠吃菜 单是把酒不停地喝 早喝了一斤多 神情和举动都活泼起来 渐进于先前所见的吕维甫了 我叫唐官再添二斤酒 然后回转身 也拿着酒杯 正对面默默地听着 其实 这本也可以不必再迁 只要平了土 卖掉棺材 就此完事了的 我去卖棺材 虽然有些离奇 但只要价钱极便宜 原铺子就需要 至少总可以捞回几文酒钱来 但我不这样 我仍然铺好被褥 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 包起来 装在新棺材里 运到我父亲埋的坟地上 在他坟旁埋掉了 因为外面用砖墩 昨天又忙了我大半天 监工 但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 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 视他安心些 啊 你这样的看我 你怪我可以和仙钱太不相同了吗 是的 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 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 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 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 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 浮浮掩掩 模模糊糊 我有时自己也想到 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 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 然而 我现在就是这样 他又掏出一卷烟卷来 咸在嘴里点了火 看你的神情 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 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 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 这使我很感激 然而也使我很不安 怕我终于辜负了 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 他忽而停住了 吸几口烟才又慢慢地说 正在今天 刚在我到这衣食居来之前 也就做了一件无聊事 然而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 我先前的东边的邻居叫长富 是一个船户 他有一个女儿叫阿顺 你那时到我家里来也许见过的 但你一定没有留心 因为那时他还小 后来他也长得并不好看 不过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 黄脸皮 独有眼睛非常大 睫毛也很长 眼白又清得如夜的晴天 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 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镜了 他很难干 十多岁没了母亲 招呼两个小弟妹都靠他 又得服侍父亲 事事都周到 也经济 家计到渐渐地稳当起来了 邻居几乎没有一个不夸奖他 连长富也时常说些感激的话 这一次我动身回来的时候 我的母亲又记得他了 老年人记性真长久 他说 他曾经知道 顺姑因为看见谁的头上 戴着红的简绒花 自己也想一朵 弄不到 哭了 哭了小半夜 就挨了他父亲的一顿打 后来眼眶还红肿了两三天 这种简绒花是外省的东西 S城里尚且买不出 他哪里想得到手呢 趁我这一次回南的便 便叫我买两朵去送他 我对于这差事 倒并不以为繁艳 反而很喜欢 为阿顺 我实在还有些愿意出力的意思的 前年 我回来接我母亲的时候 有一天 长富正在家 不知怎的 我和他闲谈起来了 他便要请我吃点心 蕎麦粉 并且告诉我 所加的是白糖 你想 家里能有白糖的船户 可见绝不是一个穷船户了 所以他也吃得很阔绰 我被劝不过 答应了 但要求 只要用小碗 他也很是事故 便嘱咐阿顺说 他们闻人 是不会吃东西的 你就用小碗 多加糖 然而 等到调好端来的时候 仍然是我吃一下 是一大碗 足够我吃一天 但是和长富吃的一碗比起来 我底也确乎算小碗 我生平没有吃过蕎麦粉 这回一尝 实在不可口 确实非常甜 我漫然地吃了几口 就想不吃了 然而无意中 忽然间看见阿顺远远地站在乌角里 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气 我看他的神情是害怕 而且希望 大约怕自己调得不好 愿我们吃得有味 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来 一定要使他很失望 而且很抱歉 我于是同时决心 放开红楼 灌下去了 几乎吃得和长富一样快 我由此才知道硬吃的苦痛 我只记得还做孩子时候的 吃尽一碗拌着驱除蛔虫药粉的砂糖 才有这样难 然而我毫不抱怨 因为他过来收拾空碗时候的忍着的得意的笑容 以尽够赔偿我的苦痛而有余了 所以我这一夜 也还是助赞他一生幸福 愿世界为他变好 然而这些意思也不过是我的那些旧日的梦的痕迹 极客就自笑 接着也就忘却了 我先前并不知道他曾经为了一朵剑融花挨打 但因为母亲一说起 便也记得了乔迈粉的事 意外地勤快起来了 我先在太原城里搜囚了一遍 都没有 一直到济南 窗外沙沙的一阵声响 许多积雪从被他压弯了的一只山茶树上滑下去了 树枝笔挺地伸直 更显出乌油油的肥叶和血红的花来 天空的牵涩来得更浓 小鸟雀揪击地叫着 大概黄昏将近 地面又全照了雪 寻不出什么食粮 都赶早回潮来休息了 一直到了济南 他向窗外看了一回 转身喝干一杯酒 又吸几口烟 接着说 我才买到剑融花 我也不知道使他挨打的是不是这一种 总之是融作的罢了 我也不知道他喜欢深色还是浅色 就买了一朵大红的 一朵粉红的都带到这里来 就是今天午后 我一吃完饭便去看长妇 我为此特地耽搁了一天 他的家倒还在 只是看去很有些晦气色了 但这恐怕不过是我自己的感觉 他的儿子和第二个女儿阿昭都站在门口 大了 阿昭长得全部像他姐姐 简直像一个鬼 但是看见我走向他家 便飞奔地逃进屋里去 我就问那小子 知道长妇不在家 你的大姐呢 他立刻瞪起眼睛 连声问我寻他什么事 而且恶狠狠地 似乎就要扑过来 咬我 我支吾着退走了 我现在是呼呼掩掩 你不知道 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访人了 因为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 连自己也讨厌 又何必明知故犯地 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 然而这回的差事 是不能不办妥的 所以想了一想 终于回到就在斜队门的柴店里 店主的母亲 老发奶奶倒也还在 而且也还认识我 居然将我邀进店里坐去了 我们寒暄几句之后 我就说明了回到S城 和寻长妇的缘故 不料他叹息说 可惜顺姑没有福气 带着剪绒花了 他于是详细地告诉我 说是 大约从去年春天以来 他就见到黄兽 后来忽而常常下泪了 问他缘故又不说 有时还整夜地哭 哭得长妇也忍不住生气 骂他年纪大了发了疯 可是一道秋初 喜仙不过小伤风 终于躺倒了 从此就起不来 直到厌气的前几天 才肯对长妇说 他早就像他母亲一样 不识的土红和流夜汉 但是瞒着 怕他因此要担心 有一夜 他的伯伯长庚又来应借钱 这是常有的事 他不给 长庚就冷笑着说 你不要娇气 你的男人比我还不如 他从此就发了愁 又怕羞 不好问 只好哭 长妇赶紧将他的男人 怎样的争气的话 说给他听 哪里还来得及 况且他也不信 反而说 好在我已经这样 什么也不要紧了 他还说 如果他的男人 真比长庚不如 那就真可怕 比不上一个偷鸡贼 那是什么东西呢 然而他来送恋的时候 我是亲眼看见他的 衣服很干净 人也体面 还眼泪汪汪地说 自己撑了半世小船 苦熬苦省地 激起钱来 骗了一个女人 偏偏又死掉了 可见他实在是一个好人 长庚说的全是狂 只可惜顺姑竟会相信 那样的贼骨头的狂话 白送了性命 但这也不能去怪谁 只能怪顺姑自己 没有这一份好福气 那倒也罢 我的事情又完了 但是带在身边的 两朵锦绒花怎么办呢 好 我就托他送了阿昭 这阿昭一见我就飞跑 大约将我当作一只狼 或是什么 我实在不愿意去送他 但是我也就送他了 对母亲只要说 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就是 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 只要模模糊糊 模模糊糊地过了新年 仍旧教我的紫月诗云去 你教的是紫月诗云吗 我觉得奇异便问 自然 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吗 我先是两个学生 一个读诗经 一个读梦子 新进又添了一个女的 读女儿经 连算学也不教 不是我不教 他们不要教 我实在料不到 你倒去教这类的书 他们的老子 要他们读这些 我是别人 无呼不可的 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 只要随随便便 他满脸已经通红 似乎很有些醉 但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 我微微地叹息 一时没有话可说 楼梯上一阵乱响 涌上几个酒客来 当头的是矮子 臃肿的圆脸 第二个是长的 在脸上很惹眼地 显出一个红鼻子 此后还有人 一叠连地走的小楼都发抖 我转眼去看着吕维甫 他也正转眼来看我 我就叫唐官算九账 你借此还可以支持生活吗 我一面准备走 一面问 是的 我每月有二十元 也不大能够敷衍 那么你以后预备怎么办呢 以后 我不知道 你看我们那时预想的事 可有一件如意 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 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 连后一分 唐官送上战来交给我 他也不像出道时候的谦虚了 只向我看了一眼 便吸烟 听凭我付了账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 他所住的旅馆 和我的方向正相反 就在门口分别了 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 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 倒觉得很爽快 见天色已是黄昏 和乌雨和街道 都支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第三篇结束 彷徨第四篇 这是我为Librivox所做的录音 Librivox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 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 请点阅Librivox.org 网站 朗读者 Tina Ding 彷徨 作者 鲁迅 第四篇 孤独者 一 我和卫廉书相试一场 回想起来倒也别致 竟是以宋恋始 以宋恋终 那时我在S城 就时时听到人们提起他的名字 都说他很有些古怪 所学的是动物学 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 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 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 常说家庭应该破坏 一领薪水 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 一日也不拖延 此外还有许多零碎的画饼 总之在S城里 也算是一个给人当作弹住的人 有一年的秋天 我在韩石山的一个亲戚家里闲住 他们就姓魏 是莲淑的本家 但他们却更不明白他 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 说是同我们都一样的 这也不足为奇 中国的新学 虽说已经二十年了 韩石山却连小学也没有 全山村中 只有莲淑是出外游学的学生 所以从村人看来 他确实一个异类 但也很杜现 说他挣得许多钱 到秋末 山村中的立即流行了 我也自为 就想回到城中去 那时听说莲淑的祖母就染了病 因为是老年 所以很沉重 山中又没有一个医生 所谓他的家属者 其实就只有一个这祖母 雇一名女工简单地过活 他幼小失了父母 就由这祖母抚养成人的 听说他先前也曾经吃过许多苦 现在可是安乐了 但因为他没有家小 家中究竟非常寂寞 这大概也就是大家所谓 异样之一端吧 寒石山离城 是旱到一百里 水到七十里 砖使人叫莲淑去 往返至少就得四天 山村屁漏 这些事便算大家都要打听的大新闻 第二天便轰传 他病事已经急中 砖差也出发了 可是到四更天却咽了气 最后的话是 为什么不肯给我会会莲淑的呢 族长进房 他的祖母的母家的亲丁 闲人聚集了一屋子 预计莲淑的到来 应该也是入恋的时候了 兽才兽医早已做成 都无需筹划 他们的第一大问题 是在怎样对付这承重孙 因为腻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 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 聚意之后 大概商定了三大条件 要他必行 一是穿白 二是跪拜 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 总而言之 是全都照旧 他们既经一妥 便约定在联书到家的那一天 一同聚在厅前 排成阵势互相侧应 并立作一回极严厉的谈判 村人们都咽着唾沫 新奇地听后消息 他们知道联书是吃洋教的新党 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 两面的争斗大约总要开始的 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 传说联书的到家是下午 一进门 向他祖母的灵前 只是弯了一弯腰 组长们便立刻照预定计划进行 将他叫到大厅上 先说过一大片冒头 然后引入本题 而且大家此唱彼鹤 七嘴八舌 使他得不到辩驳的机会 但终于话都说完了 沉默充满了全听 人们全数悚然地 紧看着他的嘴 只见联书神色也不动 简单地回答道 都可以的 这又很出于他们的意外 大家的心的重担都放下了 但又似乎反加重 觉得太异样 倒很有些可虑似的 打听新闻的村人们也很失望 口口相传道 奇怪 他说都可以嘞 我们看去吧 都可以就是照旧 本来是无足观了 但他们也还要看 黄昏之后 便欣欣然聚满了一堂钱 我也是去看的一个 先送了一份香烛 带道走到他家 一见联书在给死者穿衣服了 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穴的人 长方脸 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 占了一脸的小半 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 那穿衣也穿得真好 井井有条 仿佛是一个大恋的专家 使旁观者不觉叹服 韩石山老历 当这些时候 无论如何 母家的亲丁 是总要挑剔的 她却只是默默的 遇见怎么挑剔 便怎么改 神色也不动 站在我前面的一个 花白头发的老太太 便发出羡慕感叹的声音 其次是败 其次是哭 凡女人们都念念有词 其次入关 其次又是败 又是哭 直到定好了棺盖 沉静了一瞬间 大家忽而扰动了 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式 我也不由地突然觉到 莲淑就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 只坐在草剑上 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 大恋便在这惊异和不满的空气里面完毕 大家都样样地 似乎想走散 但莲淑却还坐在草剑上沉思 忽然 他流下泪来了 接着就失声 立刻又变成长豪 像一匹受伤的狼 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 惨伤里夹闸着愤怒和悲哀 这模样是老历上所没有的 先前也未曾预防到 大家都手足无措了 迟疑了一回 就有几个人上前去劝止他 欲去欲多 终于挤成一大堆 但他却只是误作着嚎啕 铁塔似的 动也不动 大家又只得无趣地散开 他哭着哭着约有半点钟 这才突然停了下来 也不像吊客招呼 静置往家里走 接着就有钱去窥探的人来报告 他走进他祖母的房里 躺在床上 而且似乎就睡熟了 隔了两日 是我要动身回城的前一天 便听到村人都遭了摩斯地发议论 说连叔要将所有的器具 大半烧给他祖母 余下的便分赠生食四缝 死食送中的女工 并且连房屋也要无奇地借给他居住了 亲戚本家都说到蛇臂纯交 也终于阻挡不住 恐怕大半也还是因为好奇心 我归途中经过他家的门口 便又顺便去调位 他穿了毛边的白衣出见 神色也还是那样冷冷的 我很劝慰了一番 他却除了唯唯懦懦之外 只回答了一句话 是多谢你的好意 二 我们第三次相见 就在这年的冬初 S城的一个书铺子里 大家同时点了一点头 总算是认识了 但是我们接近起来的 是在这年底 我失了职业之后 从此我便常常访问连书去 一则自然是因为无聊赖 二则因为听人说 他倒很亲近诗意的人的 虽然素性这么冷 但是事事生辰无定 诗意人也不会尝试诗意人 所以他也就很少长久的朋友 这传说果然不虚 我一投名片 他便接见了 两间连通的客厅 并无什么陈设 不过是桌椅之外 排列些书架 大家虽说 他是一个可怕的新党 架上 却不很有新书 他已经知道 我是了职业 但套话一说就完 主客便只好默默地相对 逐渐沉闷起来 我只见他很快地吸完一支烟 烟地要烧着手指了 才抛在地面上 吸烟吧 他伸手取第二支烟时 忽然说 我便也取了一支吸着 讲些关于教书和书籍的 但也还觉得沉闷 我正想走时 门外一阵喧嚷和脚步声 四个男女孩子闯进来了 大的八九岁 小的四五岁 手脸和衣服都很脏 而且丑得可以 但是连书的眼里 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 连忙站起 向客厅兼闭的房里走 一面说道 大梁二梁都来 你们昨天要的口琴 我已经买来了 孩子们便跟着一起涌进去 立刻又个人吹着一个口琴一涌而出 一出客厅门 不知怎的便打僵起来 有一个哭了 一人一个都一样的 不要争哈 他还跟在后面嘱咐 这么多的一群孩子都是谁呢 我问 是房主人的 他们都没有母亲 只有一个祖母 房东只一个人吗 是的 他的妻子大概死了三四年吧 没有序取 否则便要不肯将渔屋租给我四的单身人 他说着冷冷地微笑了 我很想问他 何以至今还是单身 但因为不很熟 终于不好开口 只要和莲淑一熟识 是很可以谈谈的 他议论非常多 而且往往颇其境 使人不耐的 倒是他的有些来客 大得是读过沉沦的吧 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 或是淋雨者 螃蟹一般懒散 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 一面唉声叹气 一面皱着眉头吸烟 还有那房主的孩子们 总是互相争吵 打翻腕蝶 硬逃点心 乱得人头昏 但莲淑一见他们 却再不像平时那样的冷冷的了 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 听说有一回 三良发了红斑纱 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 欲见其黑了 不料那病是轻的 于是后来便被孩子们的祖母 传作笑柄 孩子总是好的 他们全是天真 他似乎也觉得 我有些不耐烦了 有一天特地成绩对我说 那也不尽然 我只是随便回答他 不 大人的坏脾气 在孩子们是没有的 后来的坏 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 那是环境交坏的 原来却并不坏 天真 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 只在这一点 不 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 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 譬如一粒种子 正因为内中 本含有枝叶花果的呸 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 何尝是无端 我因为闲着无事 便也如大人先生们一下野 就要吃素坛禅一样 正在看佛经 佛理自然是并不懂得的 但竟也不自检点 一昧任意地说 然而莲淑气愤了 只看了我一眼 不再开口 我也猜不出 他是无话可说呢 还是不屑辩 但见他又显出许久不见的 冷冷的态度来 默默地连吸了两支烟 待到他再取第三支时 我便只好逃走了 这仇恨是历了三月之久才消逝的 原因大概是一半因为忘却 一半则他自己 竟也被天真的孩子所仇视了 于是觉得我对于孩子的冒毒的话 倒也情有可原 但这不过是我的推测 其实是在我的狱里的酒后 他似乎围露悲哀模样 扮仰着头道 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 我到你这里来时 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 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 沙 他还不很能走路 这是环境叫坏的 我即刻很后悔我的话 但他却似乎并不介意 只竭力地喝酒 其间又竭力地吸烟 我倒忘了 还没有问你 我便用别的话来知悟 你是不大访问人的 怎么今天有这兴致来走走呢 我们相识有一年多了 你到我这里来 却还是第一回 我正要告诉你呢 你这几天切莫到我狱里来看我了 我的狱里正有很讨厌的一大一小在那里 都不像人 一大一小 这是谁呢 我有些诧异 是我的堂兄和他的小儿子 哈哈 儿子正如老子一般 是上城来看你 带便玩玩的吧 不 说实来和我商量 就要将这孩子过季给我的 啊 过季给你 我不禁惊叫了 你不是还没有娶亲吗 他们知道我不娶的了 但这都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其实是要过季给我 那一间寒石山的破屋子 我此外一无所有 你是知道的 钱一到手就画完 只有这一间破屋子 他们夫子的一生的事业 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 他那瓷器的冷窍 实在又使我悚然 但我还未解他说 我看你的本家也还不至于此 他们不过思想略旧一点罢了 譬如你那年大哭的时候 他们就都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你 我父亲死去之后 因为躲我屋子 要在我笔具上画花鸭 我大哭着的时候 他们也是这样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我 他两眼向上凝视 仿佛要在空中寻出那时的情景来 总为言之 关键就全在你没有孩子 你究竟为什么老不结婚的呢 我忽而寻到了转舵的话 也是久已想问的话 觉得这时是最好的机会了 他诧异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 眼光便移到他自己的西科上去了 于是就吸烟没有回答 三 但是虽在这一种百无聊赖的境地中 也还不给连书安住 渐渐地 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 学界上也常有关于他的留言 可是这已经并非先前似的 单式画饼 大概是与他有损的了 我知道这是他近来喜欢发表文章的结果 倒也并不介意 S成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 一有 一定要暗暗地来盯他 这是向来如此的 连书自己也知道 但到春天 忽然听说他已被校长辞退了 这却使我觉得有些误途 其实 这也是向来如此的 不过因为我希望着自己认识的人能够幸免 所以就以为误途罢了 S成人 倒并非这一回特别饿 其实我正忙着自己的生计 一面又在接洽本年秋天到山羊去当教员的事 竟没有工夫去访问他 待到有些渔侠的时候 离他被辞退那时大约快有三个月了 可是还没有发生访问连书的意思 有一天 我路过大街 偶然在旧书摊前停留 却不禁使我感到赠送 因为在那里陈列着的一部 急骨骼出印本 史记索引 正是连书的书 他喜欢书 但不是藏书家 这种本子 在他是算作贵重的善本 非万不得已 不肯轻易变卖的 难道他失业刚才两三月就一瓶至此吗 虽然他向来一有钱及随手散去 没有什么储蓄 于是我便决意访问连书去 顺便在街上买了一瓶烧酒 两包花生米 两个熏鱼头 他的房门关闭着 叫了两声不见答应 我疑心他睡着了 更加大声地叫 并且伸手拍房门 出去了吧 大梁门的祖母 那三角眼的胖女人 从对面的窗口探出他花白的头来 也大声说 不耐烦死的 哪里去了呢 我问 哪里去了 谁知道呢 他能到哪里去呢 你等着就是 一会儿总会回来的 我便推开门走进他的客厅去 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 不但器具所欲无几了 连书籍也只剩了在S城 绝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 墓中间的圆桌还在 先前曾经常常围绕着 忧郁慷慨的青年 怀才不遇的骑士 和肮脏吵闹的孩子们的 现在却见得很闲静 只在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 我就在桌上放了酒瓶和纸包 拖过一把椅子来 靠桌旁对着房门坐下 的确不过是一会儿房门一开 一个人瞧瞧地阴影似地进来了 正是连书 也许是傍晚之故吧 看去仿佛比先前黑 但神情却还是那样 啊 你在这里 来得多久了 他似乎有些欢喜 并没有多久 我说 你到哪里去了 并没有到哪里去 不过随便走走 他也拖过椅子来 在桌旁坐下 我们便开始喝烧酒 一面谈些关于他的事业的事 但他却不愿意多谈这些 他以为这是意料中的事 也是自己时常遇到的事 无足怪 而且无可谈的 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烧酒 并且依然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 不知怎的我此时看见空空的书架 也记起吉谷阁出印本的史记索引 忽而感到一种淡漠的孤寂和悲哀 你的客厅这么荒凉 近来客人不多了吗 没有了 他们以为我心境不佳 来也无意味 心境不佳实在是可以给人们不舒服的 冬天的公园就没有人去 他连喝两口酒默默地想着 突然 扬起脸来看着我问道 你在图谋的职业也还是毫无把握吧 我虽然明知他已经有些酒意 但也不禁愤然 正想发话 只见他侧耳一听 便抓起一把花生米 出去了 门外是大梁们笑嚷的声音 但他一出去 孩子们的声音便急燃 而且似乎都走了 他还追上去说些话 却不听得有回答 他也就阴影似地悄悄地回来 仍将一把花生米放在纸包里 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 他低声嘲笑似地说 脸书 我很觉得悲凉 却强装地微笑说 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 你看得人间太坏 他冷冷地笑了一笑 我的话还没完咧 你对于我们 偶尔来访问你的我们 也以为因为闲着无事 所以来你这里 将你当作消遣的资料的吧 并不 但有时也这样想 或者寻些谈资 那你可错误了 人们其实并不这样 你是在亲手造了毒头茧 将自己裹在里面了 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 我叹息着说 也许如此吧 但是你说 那思是怎么来的 自然 世上也尽有这样的人 譬如我的祖母就是 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 却也许会继承她的怨命 然而这也没有什么要紧 我早已预先一起哭过了 我即刻记起她祖母大恋时候的情景来 如在眼前一样 我总不解你那时的大哭 于是悟途地问了 我的祖母入恋的时候吧 是的 你不解的 她一面点灯 一面冷静地说 你的和我交往 我想还正因为那时的哭了 你不知道 这祖母是我父亲的继母 她的生母 她三岁时候就死去了 她想着 默默地喝酒 吃完了一个熏鱼头 那些往事 我原是不知道的 只是我从小时候 就觉得不可解 那时我的父亲还在 家境也还好 正月间 一定要悬挂祖像 盛大的供养起来 看着这许多盛装的画像 在我那时 似乎是不可多得的眼福 但那时 抱着我的一个女工 总指了一副像说 这是你自己的祖母 拜拜吧 保佑你生龙活虎似的 大的快 我真不懂得 我明明有着一个祖母 怎么又会有什么 自己的祖母来 可是 我爱着自己的祖母 她不比家里的祖母 一般老 她年轻 好看 穿着苗津的红衣服 戴着猪罐 和我母亲的像 差不多 我看她时 她的眼睛也注视我 而且口角上 渐渐增多了效应 我知道 她一定也是 极其爱我的 然而 我也爱那家里的 终日坐在窗下 慢慢地做针线的祖母 虽然 无论我怎样高兴地 在她面前玩笑 叫她 也不能引她欢笑 常使我觉得冷冷的 和别人的祖母们 有些不同 但我还爱她 可是到后来 我逐渐疏远她了 这也并非因为年纪大了 已经知道 她不是我父亲的生母的缘故 倒是看久了中日中年的 做针线 机器似的 自然免不了要发烦 但她却还是先前一样 做针线 管理我 也爱护我 虽然少见笑容 却也不加呵斥 直到我父亲去世 还是这样 后来呢 我们几乎全靠她 做针线过活了 自然更这样 直到我进学堂 灯火消沉下去了 煤油已经将合 她便站起 从书架下 摸出一个小小的洋铁壶 来添煤油 只这一月里 煤油已经涨价两次了 她选好了灯头 慢慢地说 生活要日渐其困难起来 她后来还是这样 直到我毕业有了事做 生活比先前安定些 恐怕还直到她生病 实在打熬不住了 只得躺下的时候吧 她的晚年据我想 是总算不很辛苦的 享受也不小了 正无需我来下泪 况且哭的人不是多着吗 连先前竭力欺凌 她的人们也哭 至少是脸上很灿然 哈哈 可是我那时不知怎的 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 亲手造成孤独 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 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了 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 但大半也还是因为我那时太过于感情用事 你现在对于我的意见就是我先前对于她的意见 然而我的那时的意见其实也不对的 便是我自己从略知事事起 就的确逐渐和她疏远起来了 她沉默了 指尖夹着烟卷 低了头 想着 灯火在微微地发抖 哼 人要是死后没有一个人为她哭 是不容易的事 她自言自语似地说 略略一停 便扬起脸来向我道 想来你也无法可想 我也还得赶紧寻点事情做 你在没有可托的朋友了吗 我这时正是无法可想 连自己 那倒大概还有几个的 可是他们的境遇都和我差不多 我辞别连书出门的时候 圆月已经生在中天了 是极静的夜 四 山羊的教育事业的状况很不佳 我到校两月得不到一文薪水 只得连烟卷也节省起来 但是学校里的人们 虽是月薪十五六元的小职员 也没有一个不是乐天之命的 仗着逐渐打熬成功的铜金铁骨 面黄接受的从早办公一直到夜 期间看见名为较高的人物 还得恭恭敬敬地站起 时代都是不必衣食足而知礼节的人民 我每看见这情状 不知怎的 总记起连书临别托付我的话来 他那时生计更齐不堪了 迥向时时显露 看去似乎已没有往时的深沉 知道我就要动身 深夜来访 迟疑了许久 才吞吞吐吐地说道 不知道那边可有法子想 便是抄写 一月二三十块钱的也可以的 我 我很诧异了 还不料他尽肯这样的迁就 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 我还得活几天 那边去看一看 一定竭力去设法吧 这是我当日一口成当的答话 后来常常自己听见 眼前也同时浮出连书的相貌 而且吞吞吐吐地说道 我还得活几天 到这些时 我便设法向各处推荐一番 但有什么笑宴呢 事少人多 结果是别人给我几句抱歉的话 我就给他几句抱歉的信 到一学期将完的时候 那情形就更加坏了起来 那地方的几个绅士所办的学理周报上 竟开始攻击我了 自然是绝不止明的 但措辞很巧妙 使人一见就觉得 我是在挑剔学潮 连推荐连书的事 也算是呼捧引泪 我只好一动不动 除上课之外 并关起门来躲着 有时连烟卷的烟钻出窗戏去 也怕犯了挑剔学潮的嫌疑 连书的事自然更是无从说起了 这样的一直到深冬 下了一天雪 到夜还没有止 屋外一切尽急 尽到要听出尽的声音来 我在小小的灯火光中 闭目枯作 如见雪花片片飘坠 来增补这一望无际的雪堆 故乡也准备过年了 人们忙得很 我自己还是一个儿童 在后院的平坦处和一伙小朋友 溯雪罗汉 雪罗汉的眼睛是用两块小碳 牵出来的 颜色很黑 这一闪动便变了连书的眼睛 我还得活几天 仍是这样的声音 为什么呢 我无端地这样问 立刻连自己也觉得可笑了 这可笑的问题使我清醒 坐直了身子 点起一只烟卷来 推窗一望 雪果然下得更大了 听得有人扣门 不一会 一个人走进来 但是听熟的客欲杂役的脚步 他推开我的房门 交给我一封六寸多长的信 自己很潦草 然而一撇便认出 未兼两个字 是连书寄来的 这是从我离开S城以后 他给我的第一封信 我知道他疏懒 本不已秒无消息为奇 但有时也颇怨他不给一点消息 带到接了这信 可又无端地觉得奇怪了 慌忙拆开来 里面也用了一样潦草的字体 写着这样的话 顺飞 我称你什么呢 我空着 你自己愿意称什么 你自己添上去吧 我都可以的 别后 共得三信 没有付 这原因很简单 我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 你或者愿意知道些我的消息 现在简直告诉你吧 我失败了 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 现在知道那并不 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 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 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 活不下去 现在 大可以无需了 然而要活下去 然而就活下去吗 愿意我活几天的 自己就活不下去 这人已被敌人又杀了 谁杀的呢 谁也不知道 人生的变化多么迅速啊 这半年来 我几乎求起了 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起 然而我还有所为 我愿意为此求起 为此动呐 为此寂寞 为此辛苦 但灭亡是不愿意的 你看 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 那力量就这么大 然而现在是没有了 连这一个也没有了 同时 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 别人呢 也不配的 同时 我自己又觉得 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 而活下去 好在 愿意我好好的活下去的 已经没有了 再没有谁痛心 使这样的人痛心 我是不愿意的 然而现在是没有了 连这一个也没有了 坏活极了 舒服极了 我已经攻行 我先前所憎恶 所反对的一切 拒斥我先前所重养 所主张的一切了 我已经真的失败 然而我胜利了 你以为我发了疯吗 你以为我成了英雄或伟人了吗 不 不的 这事情很简单 我近来已经做了杜市长的顾问 每月的薪水就有限阳八十元了 沈飞 你将以我为什么东西呢 你自己定就是 我都可以的 你大约还记得我旧时的客厅吧 我们在城中出建和将别时候的客厅 现在我还用着这客厅 这里有新的宾客 新的馈赠 新的送扬 新的钻营 新的磕头和打拱 新的打牌和猜拳 新的冷眼和恶心 新的失眠和吐血 你前信 说你教书很不如意 你愿意也做顾问吗 可以告诉我 我给你办 其实 是做门房也布防 一样的有新的宾客和新的馈赠 新的送扬 我这里下大雪了 你那里怎样 现在已是深夜 吐了两口血使我清醒起来 记得你竟从秋天以来陆续给了我三封信 这是怎样的可以惊异的事 我必须寄给你一点消息 你或者不至于倒抽一口冷气吧 此后我大约不再写信的了 我这习惯是你早已知道的 何时回来呢 唐早当能相见 但我想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 那么请你忘记我吧 我从我的真心感谢你先前 常替我筹划生计 但是现在忘记我吧 我现在已好了 连书 十二月十四日 这虽然并不使我倒抽一口冷气 但曹操一看之后又细看了一遍 却总有些不舒服 而同时可又夹杂些快意和高兴 又想她的生计总算已经不成问题 我的担子也可以放下了 虽然在我这一面 始终不过是无法可想 忽而又想写一封信回答她 但又觉得没有话说 于是这意思也立即消失了 我的确渐渐地在忘却她 在我的记忆中 她的面貌也不再时常出现 但得信之后不到十天 S城的学礼七日报社 忽然接续着邮寄他们的学礼七日报来了 我是不大看这些东西的 不过既经既到也就随手翻翻 这却使我记起连书来 因为里面常有关于她的诗文 如雪叶叶连书先生 连书顾问高斋雅吉等等 有一回 学礼闲谈里 还津津地叙述她 先前所被传为笑柄的事 称作译文 言外大有且夫非常之人 必能行非常之事的意思 不知怎的 虽然因此记起 但她的面貌却总是逐渐模糊 然而又似乎和我日加密切起来 往往无端 感到一种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不安 和极轻微的振战 幸而到了秋季 这学礼七日报就不寄来了 山羊的学礼周刊上 却又按旗登起一篇长论文 流言及事实论 里面还说 关于某军门的流言 已在公正式身间盛传了 这是专指几个人的 有我在内 我只好极小心 照例连七烟卷的烟也紧防飞散 小心是一种忙的苦痛 因此会百事俱沸 自然也无暇记得连书 总之我其实已经将它忘却了 但我也终于敷衍不到暑假 五月底便离开了山羊 五 从山羊到历城 又到太古 一总转了大半年 终于寻不出什么事情做 我便又绝迹回S城去了 到时是春初的下午 天气寓雨不雨 一切都照在灰色中 旧狱里还有空房 仍然住下 在道上就想起连书的了 到后便决定晚饭后去看它 我提着两包文喜名产的竹饼 走了许多潮湿的路 让道给许多拦路高卧的狗 这才总算到了连书的门前 里面仿佛特别明亮似的 我想 一座顾问 连玉里也格外光亮起来了 不觉在暗中一笑 但仰面一看 门旁却白白的 分明贴着一张斜脚纸 我又想 大梁门的祖母死了吧 同时也跨进门一直向里面走 围光所照的院子里 放着一具棺材 旁边站一个穿军衣的兵 或是马便 还有一个和他谈话的 看时却是大梁的祖母 另外还闲站着几个短衣的粗人 我的心即刻跳起来了 他也转过脸来 凝视我 哎呀 您回来了 何不早几天 他忽然大叫起来 谁 谁没有了 我其实是已经大概知道的了 但还是问 魏大人 前天没有的 我四顾 客厅里暗沉沉的 大约只有一盏灯 正屋里却挂着白的校围 几个孩子聚在屋外 就是大梁二梁们 他停在那里 大梁的祖母走向前指着说 魏大人恭喜之后 我把正屋也租给他了 他现在就停在那里 校围上没有别的 前面是一张条桌 一张方桌 方桌上摆着十来碗饭菜 我刚跨进门 当面忽然献出两个 穿白长衫的来拦住了 瞪了死于似的眼睛 从中发出惊疑的光来 盯住了我的脸 我慌忙说明我和连叔的关系 大梁的祖母也来从旁证实 他们的手和眼光 这才逐渐迟缓下去 默许我进前去鞠躬 我一鞠躬 地下忽然有人呜呜地哭起来了 定神看时 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浮在草剑上 也是白衣服 头发剪得很光的头上 还落着一大柳筑麻丝 我和他们寒暄后 知道一个是连叔的从堂兄弟 要算最亲的了 一个是远房侄子 我请求看一看故人 他们却竭力拦阻 说是不敢当的 然而终于被我说服了 将校围揭起 这回我会见了死的脸书 但是奇怪 他虽然穿一套皱的短衫裤 大巾上还有血迹 脸上也瘦削得不堪 然而面目 却还是先前那样的面目 宁静着闭着嘴 合着眼 睡着似的 几乎要使我伸手 到他鼻子前面 去试探他 可是其实还在呼吸着 一切是死一般静 死的人和活的人 我退开了 他的从堂兄弟 却又来周旋 说设弟正在年复立强 虔诚无限的时候 竟揍耳作鼓了 这不但是衰踪不幸 也太使朋友伤心 言外颇有替连书道歉之意 这样的能说 在山乡中人是少有的 但此后也就沉默了 一切是死一般静 死的人和活的人 我觉得很无聊 怎样的悲哀倒没有 便退到院子里 和大梁门的祖母闲谈起来 直到入恋的时候是临近了 只待兽医送到 定棺材钉时 子五毛友四生肖 是必须躲避的 他谈得高兴了 说话滔滔的全流似的涌出 说到他的病状 说到他生死的情景 也带些关于他的批评 你可知道魏大人自从交运之后 人就和先前两样了 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 对人也不再先前那么淤 你知道他先前不是像一个哑子 见我是叫老太太的吗 后来就叫老家伙 哎 真是有趣 人送他仙居树 他自己是不吃的 就摔在院子里 就是这地方 叫道 老家伙你去吃吧 他交运之后 人来人往 我把正屋也让给他住了 自己便搬在这厢房里 他也真是一走红运 就与众不同 我们就常常这样说笑 要是你早来一个月 还赶得上看这里的热闹 三日两头的猜拳行令 说的说 笑的笑 唱的唱 做诗的做诗 打牌的打牌 他先前怕孩子们 比孩子们近老子害怕 总是低声下气的 进来 可也两样了 能说能闹 我们的大梁们也很喜欢和他玩 一有空 便都到他的屋里去 他也用种种方法 逗着玩 要他买东西 他就要孩子装一声狗叫 或者磕一个响头 哈哈 真是过得热闹 前两月 二梁要他买鞋 还磕了三个响头嘞 那 现在还穿着 没有破呢 一个穿白长衫的人出来了 他就住了口 我打听莲淑的病症 他却不大清楚 只说大约是早已瘦了下去的吧 可是谁也没理会 因为他总是高高兴兴的 到一个多月前 这才听到他吐过几回血 但似乎也没有看医生 后来躺倒了 死去的前三天 就哑了喉咙 说不出一句话 十三大人从寒石山路 远迢迢迢地上城来 问他可有存款 他一声也不响 十三大人疑心他装出来的 也有人说 有些生劳病死的人 是要说不出话来的 谁知道呢 可是魏大人的脾气也太古怪 他忽然低声说 他就不肯积蓄一点 水似的花钱 十三大人还疑心我们 得了什么好处 有什么屁好处呢 他就冤里冤 往糊里糊涂地化掉了 譬如买东西 今天买尽 明天又卖出 弄破 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待到死了下来 什么也没有 都糟掉了 要不然 今天也不至于这样的冷静 他就是胡闹 不想办一点正经事 我是想到过的 也劝过他 这么年纪了 应该成家 照现在的样子 结一门清很容易 如果没有门当户对的 先买几个姨太太也可以 人是总应该像个样子的 可是他一听到 就笑起来说道 老家伙 你还是总替别人惦记着这等事吗 你看 他进来就服而不识 不把人的好话当好话听 要是早听了我的话 现在何至于独次冷清清地 在阴间摸索 至少 也可以听到几声亲人的哭声 一个电火背了衣服来了 三个亲人便捡出礼衣 走进围后去 不多久 校围接起了 礼衣已经换好 接着是家外衣 这很出我意外 一条土黄的军裤穿上了 牵着很宽的红条 其次 穿上去的是军衣 金闪闪的尖章 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级 哪里来的品级 到入关 是莲淑很不妥贴地躺着 脚边放一双黄皮鞋 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 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庞 是一顶金边的军帽 三个亲人扶着官言哭了一场 只哭是泪 头上落麻线的孩子退出去了 三两也必去 大约都是属子五毛友之一的 粗人打开棺盖来 我走进去最后看一看永别的脸书 他在不妥贴的衣罐中 安静着躺着 合了眼 闭着嘴 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 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敲钉的声音一响 哭声也同时病出来 这哭声使我不能听完 只好退到院子里 顺脚一走 不觉出了大门了 潮湿的路极其分明 仰看太空 浓云已经散去 挂着一轮圆月 散出冷静的光辉 我快步走着 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 但是不能够 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 久之久之 终于挣扎出来了 隐约像是长蚝 像一匹受伤的狼 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 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 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 月光底下 第四篇结束 彷徨第五篇 这是我为LibriVox所做的录音 LibriVox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 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 或想加入义工行列 请点阅LibriVox.org网站 朗读者Tina Ding 彷徨 作者鲁迅 第五篇 世众 首善之躯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 这时候什么扰嚷也没有 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执照 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的声光 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 到处发挥着剩下的威力 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 连路上的乌老鸭也张着嘴喘气 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 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盏相及的声音 使人一起酸梅汤 一吸感到凉意 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尖坐 却使那寂静更齐深远了 只有脚步声 车夫默默地前奔 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 热得包子嘞 刚出剃的 十一二岁的胖孩子 细着眼睛 歪了嘴 在路旁的店门前叫喊 声音已经厮煞了 还带些睡意 如给夏天的长日催眠 他旁边的破旧桌子上 就有二三十个馒头包子 毫无热气 冷冷地坐着 啊 馒头包子嘞 热得 像用力指在墙上 而反驳过来的皮球一般 他忽然飞在马路的那边了 在店竿旁 和他对面正向着马路 其实也站定了两个人 一个是蛋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鸡兽的巡警 手里牵着绳头 绳的那头就拴在别一个穿蓝布大衫 上照白背心的男人的臂膊上 这男人戴一顶新草帽 帽颜四面下垂 遮住了眼睛的一袋 但胖孩子身体矮 仰起脸来看时 却正撞见这人的眼睛了 那眼睛也似乎正在看他的脑壳 他连忙顺下眼去看白背心 只见背心上一行一行地 写着些大大小小的什么字 刹时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 带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 空缺已经不多 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膊的 红鼻子胖大汉补满了 这胖子过于横阔 占了两人的地位 所以续道的便只能趋在第二层 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 秃头站在白背心的略略正对面 弯了腰 去研究背心上的文字 终于读起来 翁 嘟 哼 巴 耳 胖孩子却看见那白背心 正研究着这发亮的秃头 他也便跟着去研究 就只见满头光油油的 耳朵左近 还有一片灰白色的头发 此外也不见得有怎样新奇 但是后面的一个抱着孩子的老妈子 却想成绩挤进来了 秃头怕失了位置 赶忙站直 文字虽然还未读完 然而无可奈何 只得另看白背心的脸 草帽眼下半个鼻子一张嘴 尖下巴 又像用了力 执在墙上 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 一个小学生飞奔上来 一手按住了自己头上的 雪白的小布帽 向人从中直钻进去 但他钻到第三 也许是第四层 竟遇见一件不可动摇的伟大的东西了 抬头看时 蓝裤腰上面有一座赤条条的很阔的背脊 背脊上还有汗正在流下来 他知道无可措手 只得顺着裤腰右行 幸而在尽头发现了一条空处 透着光明 他刚刚低头要钻的时候 只听了一声 什么 那裤腰以下的屁股向右一歪 空处立刻闭瑟 光明也同时不见了 但不多久 小学生却从巡警的刀旁边钻出来了 他诧异的四顾 外面围着一圈人 上手是穿白背心的 那对面是一个赤膊的胖小孩 胖小孩后面 是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 他这时隐约悟出 先前的伟大的障碍物的本体了 便惊奇而且佩服似的指望着红鼻子 胖小孩本是注视着小学生的脸的 于是也不禁依了他的眼光 回转头去了 在那里是一个很胖的奶子 奶头四尽有几只很长的毫毛 他犯了什么事了 大家都愕然看似 是一个工人似的粗人 正在低声下气地请教那秃头老头子 秃头不作声 单时睁起了眼睛看定他 他被看得顺下眼光去 过一会再看时 秃头还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 而且别的人也似乎都睁了眼睛看定他 他于是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来 终至于慢慢退后溜出去了 一个夹阳伞的长子就来补了缺 秃头也旋转脸去再看白背心 长子弯了腰 要从垂下的草帽沿下去赏视白背心的脸 但不知道为什么忽佑站直了 于是他背后的人们又须竭力伸长了脖子 有一个瘦子 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 像一条死鲁鱼 巡警突然间将脚一提 大家又愕然 赶紧都看他的脚 然而他又放稳了 于是又看白背心 长子忽佑弯了腰 还要从垂下的草帽沿下去窥测 但即刻也就立直 请起一只手来拼命骚头皮 秃头不高兴了 因为他先觉得背后有些不太平 接着耳朵边就有几咕几咕的声响 他双眉一锁 回头看时 紧挨他右边有一只黑手拿着半个大馒头 正在塞进一个猫脸的人的嘴里去 他也就不说什么 自去看白背心的新草帽了 忽然就有爆雷似的一击 连横廓的胖大汉也不免向前一腔梁 同时从他肩膊上伸出一只胖得不向上下的臂不来 展开五指 拍的一声正打在胖孩子的脸上 好快活你妈的 同时胖大汉后面就有一个弥勒佛似的更圆的胖脸这么说 胖孩子也腔梁了四五步 但是没有倒 一手按着脸颊旋转身 就想从胖大汉的腿旁的空隙间钻出去 胖大汉赶忙站稳 并且将屁股一歪 塞住了空隙 恨恨地问道 什么 胖小孩就像小鼠子落在捕鸡里似的 仓皇了一会儿 忽然向小学生那一面奔去 推开它冲出去了 小学生也反身跟出去了 哼 这孩子 总有五六个人都这样说 待到重归平静 胖大汉在看白背心的脸的时候 却见白背心正在仰面看她的胸脯 她慌忙低头也看自己的胸脯时 只见两乳之间的挖下的坑里有一片汗 她于是用手掌扶去了这些汗 然而形势似乎总不慎太平了 抱着小孩的老妈子 因为在骚扰时四顾没有留意 头上梳着的喜鹊尾巴似的苏州翘 便碰了站在旁边的车夫的鼻梁 车夫一推 却正推在孩子上 孩子就扭转身去 向着圈外 嚷着要回去了 老妈子先也略略一腔梁 但便急站定 旋转孩子来使她正对白背心 一手指点着说道 啊 看啊 多么好看呢 空隙间 乌儿探进一个戴硬草帽的学生模样的头来 将一粒瓜子之类似的东西放在嘴里 下颚向上一颗 咬开 退出去了 这地方就补上了一个满头油汗 而粘着灰土的椭圆脸 夹羊伞的长子也已经生气 斜下了一边的肩膀 皱眉急视着肩后的死鲁鱼 大约从这么大的大嘴里呼出来的热气 远也不易招架的 而况又在盛夏 秃头正仰视那电杆上钉着的红牌上的四个白字 仿佛很觉得有趣 胖大汉和巡警都斜了眼 研究着老妈子的勾刀般的结尖 好 什么地方忽有几个人同声喝彩 都知道该有什么事情起来了 一窃头便全数回转去 连巡警和他牵着的犯人也都有些摇动了 刚出剃的包子嘞 喝啊 热的 路对面是胖孩子歪着头 瞌睡似的长呼 路上是车夫们默默地前奔 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 大家都几乎失望了 幸而放出眼光去四处搜索 终于在相距十多家的路上 发现了一辆洋车停放着 一个车夫正在爬起来 圆阵立刻散开 都蹉蹉落落地走过去 胖大汉走不到一半 就歇在路边的槐树下 长子比秃头和椭圆脸走得快 接近了 车上的做客依然坐着 车夫已经完全爬起 但还在磨自己的西科 周围有五六个人笑嘻嘻地看他们 成吗 车夫要来拉车时 做客便问 他只点点头 拉了车就走 大家就往往然目送他 起先还知道那一辆是曾经跌倒的车 后来被别的车一混 支不清了 马路上就很清闲 由几只狗伸出了舌头喘气 胖大汉就在怀音下 看那很快的一起一落的狗肚皮 老妈子抱了孩子 从屋檐阴下别过去了 胖孩子歪着头 挤细了眼睛 脱长声音 瞌睡地叫喊 热的包子嘞 哈哈 刚出剃的 第五篇结束 彷徨第六篇 这是我为Librivox所做的录音 Librivox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 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 或想加入义工行列 请点阅Librivox.org网站 朗读者 Tina Ding 彷徨 作者鲁迅 第六篇 高老夫子 这一天 从早晨到午后 他的功夫全废在赵静 看中国历史教科书 和查袁廖凡钢剑里 真所谓人生世自忧患史 顿觉得对于世事 很有些不平之意了 而且这不平之意 是他从来没有经验过的 首先就想到往常的父母 实在太不将儿女放在心里 他还在孩子的时候 最喜欢爬上桑树去偷桑圣吃 但他们全不管 有一回 竟跌下树来 磕破了头 又不给好好的医治 至今左边的梅棱上 还带着一个永不消灭的 尖坯形的斑痕 他现在虽然格外留长头发 左右分开 又斜梳下来 可以勉强遮住了 但究竟还看见尖坯的尖 也算得一个缺点 万一给女学生发剑 大概是免不了要看不起的 他放下镜子 怨愤地虚一口气 其次 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者 竟太不为教员设想 他的书 虽然和了凡刚健 也有些相合 但大段又很不相同 若急若离 令人不知道 讲起来应该怎样拉在一处 但带着他 撇着那夹在教科书里的 一张纸条 却又怨起中途辞职的 历史教员来了 因为那纸条上写的是 从第八章 东晋之兴亡起 如果那人 不将三国的事情讲完 他的预备 就绝不至于这么困苦 他最熟悉的就是三国 例如桃源三结义 孔明借鉴 三戚周瑜 黄中定军山 斩夏侯渊 以及其他种种 满肚子都是 一学棋也许讲不完 到唐朝 则有秦琼卖马之类 便又较为擅长了 谁料偏偏是东晋 他又怨愤地虚一口气 再拉过了凡刚健来 快 你怎么外面看看还不够 又要钻到里面去看了 一只手同时从他背后弯过来 一拨他的下巴 但他并不动 因为从声音和举动上 便知道是暗暗足辟进来的打牌的老朋友黄三 他虽然是他的老朋友 一礼拜以前还一同打牌 看戏 喝酒 跟女人 但自从他在大中日报上发表了 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 这一篇快智人口的名文 接着又得了贤良女学校的聘书之后 就觉得这黄三一无所长 总有些下等相了 所以他并不回头 板着脸正正经经地回答道 不要胡说 我正在预备功课 你不是亲口对老伯说的吗 你要某一个教员坐 去看看女学生 你不要相信老伯的狗屁 黄三就在他桌旁坐下 向桌面上一撇 立刻在一面镜子和一堆乱书之间 发现了一个翻开着的大红纸的帖子 他一把抓来 瞪着眼睛一字一字地看下去 金敦请儿储高老夫子 为本校历史教员 每周授课四小时 每小时敬送修金大洋三角证 按时间计算 此曰 前两女学校校长何万淑珍 恋任紧定 中华民国十三年 下历菊月吉旦历 儿储高老夫子 谁呢 你吗 你改了名字了吗 黄三一看完就兴急地问 但高老夫子只是高傲地一笑 他的确改了名字了 然而黄三只会打牌 到现在还没有留心新学问 新艺术 他既不知道有一个恶国大文豪 高尔基 又怎么说得通这改名的深远的意义呢 所以他只是高傲地一笑 并不答复他 威威老干 你不要闹这些无聊的玩意儿了 黄三放下聘书说 我们这里有了一个男学堂 风气已经闹得够坏了 他们还要开什么女学堂 将来真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才罢 你何苦也去闹 犯不上 这也不见得 况且何太太一定要请我 辞不掉 因为黄三毁谤了学校 又看手表上已经两点半 离上课时间只有半点了 所以他有些气愤 又很露出焦躁的神情 好 这且不谈 黄三是乖绝的 即刻转帆 说 我们说正经事吧 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局面 毛家屯毛子府的大儿子在这里了 来请杨宅先生看坟地去的 手头线带二百番 我们已经约定晚上凑一桌 一个我 一个老波 一个就是你 你一定来吧 万不要误事 我们三个人扫光他 老干 高老夫子 沉吟了 但是不开口 你一定来 一定 我还得和老波去接下一回 地方还是在我的家里 那傻小子 是初出茅庐 我们准可以扫光他 你将那一副 竹纹清楚一点的 交给我吧 高老夫子慢慢地站起来 到床头 去了马匠牌合 交给他 一看手表 两点四十分了 他想 黄三虽然能干 但明知道我已经做了教员 还来当面诽谤学堂 又打搅别人的预备功课 究竟不应该 他于是冷淡地说道 晚上再商量吧 我要上课去了 他一面说 一面横横地向了凡刚健 看了一眼 拿起教科书 装在新皮包里 又很小心地戴上新帽子 便和黄三出了门 他一出门就放开脚步 像木匠牵着的钻子似的 肩膀一扇一扇地直走 不多久 黄三便连他的影子也忘不见了 高老夫子一跑到贤良女学校 即将新印的名片 交给一个驼背的老门房 不一呼 就听到一声 请 他于是跟着驼背走 转过两个弯 一到教员预备室了 也算是客厅 何校长不在校 迎接他的是花白胡子的教务长 大名鼎鼎的万瑶浦 别号玉皇香案例的 新进正将他自己和女仙赠达的诗 仙谈惆怅集 陆续登在大中日报上 哎呀 楚翁 九样九样 万瑶浦连连拱手 并将膝关节和腿关节 接连弯了五六弯 仿佛想要蹲下去似的 哎呀 摇翁 九样九样 楚翁夹着皮包照样地坐 并且说 他们于是坐下 一个似死非死的笑意 便端上两杯白开水来 高老夫子看看对面的挂钟 还只两点四十分 和他的手表要差半点 哎呀 楚翁的大作 是的 那个 是的 那中国国粹义务论 真真耀言不凡 百毒不厌 实在是少年人们的座右铭 座右铭 座右铭 兄弟也颇喜欢文学 可是玩玩而已 怎么比得上楚翁 他重新拱一拱手 低声说 我们的圣德鸡坛天天请仙 兄弟也常常去唱和 楚翁也可以光降光降吧 那鸡仙就是蕊珠仙子 从他的语气上看来 似乎是一位浙降红尘的花神 他最爱和名人唱和 也很赞成新党 像楚翁这样的学者 他一定大家亲眼的 但高老夫子却不很能发表 什么崇论红意 因为他的预备 东晋之兴亡 本没有十分足 此刻又并不足的几分 也有些忘却了 他烦躁愁苦着 从凡乱的心绪中 又涌出许多断片的思想来 上堂的姿势应该危严 鹅脚的斑痕总该遮住 教科书要读得慢 看学生要大方 但同时还模模糊糊听得 姚普说着话 刺了一个鼻齐 罪以清卵上必消 多么超脱 那郑孝公叩求了五回 这才刺了一首五诀 红袖福天河 莫道 为朱仙子说 楚翁还是第一回 这就是本校的植物园 哦哦 儿楚忽然看见他举手一指 这才从乱头思想中惊觉 依着指头看去 窗外一小片空地 地上有四五株树 正对面是三间小平房 这就是讲堂 姚普并不移动他的手指 但是说 哦哦 学生是很寻良的 他们除听讲之外 就专心缝纫 哦哦 儿楚实在 我有些窘急了 他希望他不再说话 好给自己聚精会神 赶紧想一想 东晋之兴亡 可惜内中也有几个 想学学作诗 那可是不行的 唯心固然可以 但作诗 究竟不是大家闺秀所疑 蕊珠仙子 也不肯赞成女学 以为摇乱两仪 非天草所喜 兄弟还很同他 讨论过几回 儿楚忽然跳了起来 他听到铃声了 不不 请坐 那是退班铃 姚公公是很忙吧 可以不必客气 不不 不忙不忙 兄弟以为 振兴女学 是顺应世界的潮流 但亦不得当 即已流于偏 所以天草不喜 也许不过是 房为杜贱的意思 只要办理得人 不偏不倚 何乎中庸 亦以国粹为归宿 那是绝无留弊的 楚翁 你想 可对 这是蕊猪仙子 也以为不无可彩的话 哈哈哈哈 笑意又送上两杯白开水来 但是铃声又响了 姚普便请儿楚 喝了两口白开水 这才慢慢地站起来 引导他穿过植物园 走进讲堂去 他心头跳着 鼻挺地站在讲台旁边 只看见半屋子 都是蓬蓬松松的头发 姚普从大金袋里 掏出一张信间 展开之后 一面看 一面对学生们说道 这位就是高老师 高尔楚高老师 是有名的学者 那一篇有名的 论中华国民皆有 整理国史之义物 是谁都知道的 大中日报上还说过 高老师是奏幕恶国文豪 高君而基之为人 应改自而楚 以示景仰之意 私人之初 尘无中华文坛之信也 现在经何校长再三敦请 竟惠然肯来 到这里来教历史了 高老师忽然觉得很急然 原来姚翁已经不见 只有自己站在讲台旁边了 他只得跨上讲台去 行了礼 定一定神 又记起了态度 应该威严地成算 便慢慢地翻开书本 来开讲 东晋之兴亡 嘻嘻 似乎有谁在那里窃笑了 高老夫子脸上 邓时一热 盲看书本 和他的话并不错 上面印着的 的确是 东晋之偏安 书脑的对面 也还是半屋子 蓬蓬松松的头发 不见有别的动静 他猜想 这是自己的疑心 其实谁也没有笑 于是又定一定神 看住书本 慢慢地讲下去 当初是自己的耳朵 也听到自己的嘴说些什么的 可是逐渐糊涂起来 竟至于不再知道说什么 待到发挥 食乐之雄徒的时候 便只听到 痴痴地泄笑的声音了 他不禁向讲台下一看 情形和原先已经很不同 半屋子都是眼睛 还有许多小巧的等边三角形 三角形中都生着两个鼻孔 这些连成一气 婉然是流动而深邃的海 闪烁着汪洋地正冲着他的眼光 但当他撇见时 却又骤然一闪 变了半屋子蓬蓬松松的头发了 他也连忙收回眼光 再不敢离开教科书 不得已时 就抬起眼来看看屋顶 屋顶是白而转黄的阳灰 中央还起了一道正圆形的棱线 可是这圆圈又生动了 忽然扩大 忽然收小 使他的眼睛有些欢花 他预料 躺将眼光下移 就不免又要遇见 可怕的眼睛和鼻孔联合的海 只好再回到书本上 这时已经是肥水之战 福尖快要害得草木皆兵了 他总疑心 有许多人暗暗地发笑 但还是熬着讲 明明已经讲了大半天 而铃声还没有响 看手表是不行的 怕学生要小去 可是讲了一会儿 又到拓跋市之伯心了 接着就是六国新王表 他本以为今天未必讲到 没有预备的 他自己觉得讲义忽而终止了 今天是第一天 就是这样吧 他惶惶了一会儿之后 才断续地说 里面点一点头 跨下讲台去 也便出了教室的门 嘻嘻嘻 他似乎听到背后有许多人笑 又仿佛看见这笑声 就从那深邃的鼻孔的海里出来 他便往往然跨进植物园 向着对面的教员预备室大踏步走 他大吃一惊 至于连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失手落在地上了 因为脑壳上突然遭了什么东西的一击 他倒退两步 定睛看实 一只腰斜的树枝横在他面前 已被他的头撞得树叶都围围发抖 他赶紧弯腰去识书本 书旁边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 桑桑科 他似乎听到背后有许多人笑 又仿佛看见这笑声 就从那深邃的鼻孔的海里出来 于是也就不好意思去抚摸 头上已经疼痛起来的皮肤 只一心跑进教员预备室里去 那里面两个装着白开水的杯子依然 却不见了似死非死的笑意 姚翁也踪影全无了 一切都暗淡 只有他的新皮包和新帽子在暗淡中发亮 看壁上的挂钟还只有三点四十分 高老父子回到自家的房里许久之后 有时全身还纵然一热 又无端地愤怒 终于觉得学堂却也要闹坏风气 不如停闭得好 尤其是女学堂 有什么意思呢 喜欢虚荣罢了 嘻嘻 他还听到隐隐约约的笑声 这使他更加愤怒 也使他辞职的决心更加坚固了 晚上就写信给何校长 只要说自己换了足疾 但是躺来挽留又怎么办呢 也不去 女学堂真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样子 自己又何苦去和他们为伍呢 按不上的 他想 他于是决绝地将了凡钢剑扳开 镜子推在一旁 片书也合上了 正要坐下 又觉得那片书实在红得可恨 便抓过来 和中国历史教科书一同塞入抽屉里 一切大概已经打碟停荡 桌上只剩下一面镜子 眼界清净得多了 然而还不舒适 仿佛欠缺了半个魂灵 但他当即醒悟 戴上红截子的秋帽 静向黄三的家里去了 来了 尔储高老夫子 老波大声说 狗屁 他眉头一皱 在老波的头顶上打了一下说 交过了吧 怎么样 可有几个出色的 黄三热心地问 我没有再教下去的意思 女学堂真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 我被正经人 确乎犯不上降在一起 毛家的大儿子进来了 胖到像一个汤圆 哎呀 久痒久痒 满屋子的手都拱起来 膝关节和腿关节 接二连三的曲折 仿佛就要蹲了下去似的 这一位就是先前说过的高干亭兄 老波指着高老夫子 向毛家的大儿子说 哦 久痒久痒 毛家的大儿子便特别向他连连拱手 并且点头 这屋子的左边早放好一顶斜摆的方桌 黄三一面招呼客人 一面和一个小丫头布置着座位和筹码 不多久 每一个桌角上都点起一只细瘦的羊竹来 他们四人便入座了 万籁无声 只有打出来的骨牌拍在子坛桌面上的声音 在初夜的寂静中清澈地作响 高老夫子的牌风并不坏 但他总还抱着什么不平 他本来是什么都容易忘记的 唯独这一回 却总以为士风有些可虑 虽然面前的筹码渐渐增加了 也还不很能够使他舒适 使他乐观 但时宜俗意 士风也终究觉得好了起来 不过其实很晚 已经在打完第二圈 他快要凑成清一色的时候了 第六篇结束 彷徨第七篇 这是我为Libivox所做的录音 Libivox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 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 或想加入义工行列 请点阅Libivox.org网站 朗读者Tina Ding 彷徨 作者鲁迅 第七篇 离婚 啊 穆叔 青年恭喜 发财发财 你好 巴三 恭喜恭喜 哎 恭喜 艾姑也在这里 啊 穆公公 庄穆三和他的女儿艾姑 刚从穆连桥头 跨下航船去 船里面就有许多声音一起嗡的叫了起来 其中还有几个人捏着拳头打拱 同时 船旁的座板也空出四人的座位来了 庄穆三 一面招呼 一面就坐 将长烟馆倚在船边 艾姑便坐在他左边 将两指勾刀样的脚 正对八三摆成一个八字 穆公公上城去 一个谢可怜的问 不上城 穆公公有些颓唐似的 但因为紫唐色脸上原有许的皱纹 所以倒也看不出什么大变化 就是到庞庄去走一招 河船都沉默了 只是看他们 也还是为了艾姑的事吗 好一会儿 八三只问了 还是为他 这真是烦死我了 已经闹了整三年 打过多少回架 说过多少回合 总是不落局 这回还是到魏老爷家里去 还是到他家 他给他们说 河也不止一两回了 我都不医 这倒没有什么 这回是他家新年会亲 连城里的七大人也在 七大人 八三的眼睛睁大了 他老人家也出来说话了吗 那是 其实呢 去年我们将他们的灶都拆掉了 总算已经出了一口恶气 况且艾姑回到那边去 其实呢 也没有什么味儿 他于是顺下眼睛去 我倒并不贪图回到那边去 把三哥 艾姑愤愤地昂起头说 我是赌气 你想 小畜生 偏上了小寡妇 就不要我 事情有这么容易的 老畜生 只知道帮儿子 也不要我 好容易啊 七大人怎样 难道和支县大老爷换铁 就不说人话了吗 他不能像魏老爷似得不通 只说是 走散好 走散好 我倒要对他说说我这几年的艰难 且看七大人说谁不错 八三被说服了 再开不得口 只有缠缠的船头鸡水声 船里很尽急 装木三伸手去摸烟馆 装上烟 斜对面 挨巴山坐着的一个胖子 便从肚兜里掏出一柄打火刀 打着火线 给他按在烟斗上 对对 木三点头说 我们虽是初会 木属的名字 却是早已知道的 胖子恭敬地说 是的 这里沿海三六十八村 谁不知道 施家的儿子拼上了寡妇 我们也早知道 去年木属带了六位儿子 去拆平了他家的灶 谁不说应该 你老人家是高门大户 都走得近的 脚步开阔 怕他们生的 您这位阿淑真痛气 爱姑高兴地说 我虽然不认识你 这位阿淑是谁 我叫汪德贵 胖子连忙说 要撇掉我是不行的 七大人也好 八大人也好 我总要闹得他们 加败人亡 魏老爷不是劝过我四回吗 连爹也看得 陪贴的钱 有点头昏也热了 你这妈的 木三低声说 可是我听说 去年年底 施家送给魏老爷 一桌酒席嘞 八公公 谢可脸道 那不碍事 庄德贵说 酒席能塞的人发婚吗 酒席如果能塞的人发婚 送大菜又怎样 他们知书是礼的人 是专替人家讲公道话的 譬如 一个人受众人欺悟 他们就出来讲公道话 倒不在乎有没有酒喝 去年年底 我们碧春的龙大爷 从北京回来 他见过大场面的 不像我们乡下人一样 他就说 那边的第一个人物 要算光太太 又硬 汪家会头的客人上岸了 船家大声叫着 船已经要停下来 有我有我 胖子立刻一把取了烟管 从中舱一跳 随着前进的船走在岸上了 对对 他还向船里面的人点头说 船便在新的进行中继续前进 水声又很听得出了 潺潺的 八三开始打瞌睡了 渐渐地向对面的勾刀式的脚 张开了嘴 潜舱中的两个老女人 也低声哼起佛号来 他们接着念珠 又都看爱姑 而且护士 努嘴 点头 爱姑瞪着眼 看定棚顶 大半正在悬想 将来怎样 闹得他们家败人亡 老畜生 小畜生 全都走投无路 为老爷他是不放在眼里的 见过两回 不过一个团头团脑的矮子 这种人本村里就很多 无非脸色比他紫黑些 庄木三的烟早已吸到底 火逼得 斗底里的烟油滋滋地叫了 还吸着 他知道一过汪家会头 就到旁庄 而且那村口的魁心阁 也确乎已经忘得见 旁庄他到过许多回 不足道的 以及为老爷 他还记得女儿的哭回来 他的亲家和女婿的可恶 后来给他们怎样的吃亏 想到这里 过去的情景 便在眼前展开 一道惩治他亲家这一局 他向来是要冷冷地微笑的 但这回却不 不知怎的忽而横梗着 一个胖胖的七大人 将他脑里的局面挤得摆不整齐了 船在继续的寂静中继续前进 独有念佛声却宏大起来 此外一切都似乎陪着穆叔和爱姑 一同进在沉思里 穆叔 您老上岸吧 庞庄到了 穆三他们被传家的声音警觉时 面前已是魁心阁了 他跳上岸 爱姑跟着 经过魁心阁下 向着魏老爷家走 朝南走过三十家门面 再转一个弯 就到了 早望见门口一裂地 搏着四只乌棚船 他们踏进黑油大门时 便被邀进门房去 大门后已经坐满 这两桌船夫和常年 爱姑不敢看他们 只是溜了一眼 倒也不见有老畜生和小畜生的踪迹 当工人搬出年糕汤来时 爱姑不由的岳家 局促不安起来 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 难道和支县大老爷换铁 就不说人话吗 他想 这书市里的人是讲公道话的 我要细细地对七大人说一说 从十五岁嫁过去 做媳妇的时候起 他喝完年糕汤 直到时机将到 果然 不一会 他已经跟着一个常年和他父亲 经过大厅 又一弯 跨进客厅的门槛去了 客厅里有许多东西 他不极细看 还有许多客 只见红青段子马挂发闪 在这些中间第一眼就看见一个人 这一定是七大人了 虽然也是团头团脑 却比魏老爷们魁梧得多 大的圆脸上长着两条细眼和漆黑的细胡须 头顶是粗的 可是那脑壳和脸都很红润 油光光的发亮 爱姑很觉得稀奇 但也立刻自己解释明白了 那一定是擦着猪油的 这就是屁塞 就是古人大恋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 七大人正拿着一条烂石似的东西 说着 又在自己的鼻子旁擦了两擦 接着道 可惜是新坑 倒也可以买的 致池是汉 你看 这一点是水银镜 水银镜周围即刻聚集了几个头 一个自然是魏老爷 还有几位少爷们 因为被魏光压得像扁臭虫了 爱姑先前竟没有见 他不懂后一段话 无意 而且也不敢去研究什么水银镜 便偷空向四处一看望 只见他后面 紧挨着门旁的墙壁 正站着老畜生和小畜生 虽然只一撇 但较至半年前偶然看见的时候 分明都见得苍老了 接着大家 就都从水银镜周围散开 魏老爷接过屁塞 坐下 用指头磨搓着 转脸向庄木山说话 就是你们两个吗 是的 你的儿子一个也没有来 他们没有功夫 本来新年正月又何必来劳动你们 但是 还是只为那件事 我想你们也闹得够了 不是已经有两年多了吗 我想 圆仇是遗解不遗解的 爱姑既然丈夫不对 公婆不喜欢 也还是照先前说过那样 走散得好 我没有这么大面子 说不通 七大人是最爱讲公道话的 你们也知道 现在七大人的意思也这样和我一样 可是七大人说 两面都认点晦气吧 叫施加再添十块钱 九十元 九十元 你就是打官司 打到皇帝伯伯跟前 也没有这么便宜 这话只有我们的七大人肯说 七大人睁起细眼看着庄木三点点头 爱姑觉得事情有些危急了 她很怪平时沿海的居民 对她都有几分惧怕的自己的父亲 为什么在这里竟说不出话 她以为这是大可不必的 她自从听到七大人的一段议论之后 虽不很懂 但不知怎的总觉得她其实是和蔼近人 并不如先前自己所揣想的那样的可怕 七大人是知书事理定明白的 她勇敢起来了 不像我们乡下人 我是有冤无处诉 倒正要找七大人讲讲 自从我嫁过去 真是低头进低头出 一理不缺 他们就是专和我作对 一个个都像个气煞中窥 那年的黄鼠狼咬死了那批大公鸡 哪里是我没有官号吗 那是那只沙头赖皮狗 偷吃糠拌饭 拱开了鸡厨门 那小畜生不分青红皂白 就假脸一嘴巴 七大人对她看了一眼 我知道那是有缘故的 这也逃不出七大人的名剑 知书事理的人什么都知道 他就是着了那烂婊子的谜 要赶我出去 我是三茶六里定来的 花轿台来的哈 那么容易吗 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颜色看 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 县里不行 还有府里呢 那些事是七大人都知道的 魏老爷扬起脸来说 爱姑 你要是不转头 没有什么便宜的 你就总是这模样 你看你的爹多少明白 你和你的弟兄都不像他 打官司打到府里 难道官府就不会问问七大人吗 那时候是公事公办 那时你简直 那我就拼出一条命 大家加败人亡 那倒并不是拼命的事 七大人这才慢慢地说了 年纪轻轻 一个人总要和气些 和气生财 对不对 我一天就是十块 那简直已经是天外道理了 要不然公婆说走 就得走 莫说府里 就是上海北京 就是外洋都这样 你要不信 他就是刚从北京洋学堂里回来的 自己问他去 于是转脸向着一个 尖下巴的少爷道 对不对 的确的确 尖下巴少爷赶忙挺直了身子 毕恭毕敬地低声说 爱姑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 爹不说话 弟兄不敢来 魏老爷是原本帮他们的 七大人又不可靠 连尖下巴少爷 也低声下气地像一个扁臭虫 还打顺风锣 但他在糊里糊涂的脑中 还仿佛决定要做一回最后的奋斗 怎么连七大人 他满眼发了惊疑和失望的光 是的 我知道 我们粗人 什么也不知道 就怨我爹 连人情事故都不知道 老发昏了 就专凭他们老畜生小畜生摆布 他们会抱丧死的急急忙忙钻狗洞 巴结人 七大人看看 默默地站在他后面的小畜生 忽然说话了 他在大人面前还是这样 那在家里是简直闹得六处不安 叫我爹是老畜生 叫我是口口声声小畜生 逃生子 哪个娘呢 十世万人生的 叫你逃生子 爱姑回转脸去大声说 便又向着七大人道 我还有话要当大众面前说说了 他哪里有好生好气 开口见胎 闭口娘杀 自从结识了那婊子 连我的祖宗都入起来了 七大人 你给我批评批评 这 他打了一个寒劲 连忙住口 因为他看见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一翻 圆脸一痒 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 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 来西 七大人说 他觉得心脏一停 接着便突突地乱跳 似乎大势已去 局面都变了 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 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错 立刻进来一个蓝袍子黑背心的男人 对七大人站定 垂手挺腰 像一根木棍 全客厅里是鸦雀无声 其大人将嘴一动 但谁也听不清说什么 然而那男人却已经听到了 而且这命令的力量 仿佛又已钻进了他的骨髓里 将身子牵了两千 毛骨悚然刺的 一面答应道 是 他倒退了几步 才翻身走出去 爱姑知道 意外的事情就要到来 那事情是万料不到 也防不了的 他这时才又知道 七大人实在威严 先前都是自己的误解 所以太放肆 太粗鲁了 他非常后悔 不由地自己说 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 全客厅里是鸦雀无声 他的话虽然为戏得如丝 魏老爷却像听到霹雳丝的了 他跳了起来 对呀 七大人也真公平 爱姑也真明白 他夸赞着 便向庄木三 老木 那你自然是没有什么说的了 他自己已经答应 我想 你红绿铁是一定已经带来了的 我通知过你 那么 大家都拿出来 爱姑见他爹便伸手 到肚兜里去掏东西 木棍寺的那男人也进来了 将小乌龟模样的一个漆黑的扁的小东西 递给七大人 爱姑怕事情有变故 连忙去看庄木三 见他已经在茶几上打开一个蓝布包裹 取出洋钱来 七大人也将小木龟头拔下 从那身子里面倒一点东西在真心上 木棍寺的男人便接了那扁东西去 七大人随即用那一只手的一个指头 站着掌心 向自己的鼻孔里塞了两塞 鼻孔和人中立刻黄焦焦了 他皱着鼻子 似乎要打喷嚏 庄木三正在数羊钱 魏老爷从那儿没有数过的一叠里 取出一点来 交还了老畜生 又将两份红绿帖子互换了地方 推给两面 嘴里说道 你们都收好 老木 你要点青树木啊 这不是好当玩意儿的 银钱是钱 啊咻的一声响 爱姑明知道是七大人打喷嚏了 但不由地转过眼去看 只见七大人张着嘴 仍旧在那里皱鼻子 一只手的两个指头却搓着一件东西 就是那古人大恋的时候 塞在屁股眼里的 在鼻子旁边摩擦着 好容易 庄木三点清了羊钱 两方面各将红绿帖子收起 大家的腰骨都似乎直得多 原先收紧着的脸像也宽屑下来 全客厅顿然见得一团和气了 好事情是员工了 魏老爷看见他们两面都显出告别的神气 便吐一口气说 那么 再没有什么别的了 恭喜大吉 总算解了一个结 你们要走了吗 不要走 在我们家里喝了新年喜酒去 这是难得的 我们不喝了 存着 明年再来喝吧 爱姑说 谢谢魏老爷 我们不喝了 我们还有事情 庄木三 老畜生和小畜生都说着 恭恭敬敬地退出去 哦 怎么 不喝一点去吗 魏老爷还注视着 走在最后的爱姑说 是的 不喝了 谢谢魏老爷 第七篇结束 彭皇第八篇 这是我为Librivox所做的录音 Librivox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 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 或想加入义工行列 请点阅librivox.org网站 朗读者 Tina Ding 彭皇 作者鲁迅 第八篇 长明灯 村阴的下午 极光屯唯一的茶馆子里的空气 又有些紧张了 人们的耳朵里 仿佛还留着一种 微细尘实的声息 洗掉它吧 这当然不是全屯的人们都如此 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 动一动就需查黄历 看那上面是否写着不宜出行 讨没有血 出去也需先走洗神方 迎吉利 不拘禁忌地坐在茶馆里的 不过几个以豁达自居的年轻人 但在折居人的意中 却以为个个都是败家子 现在也无非就是这茶馆里的空气有些紧张 还是这样吗 三脚脸的拿起茶碗问 听说还是这样 方头说 还是尽说 洗掉它 洗掉它 眼光也越加发闪了 见鬼 这是我们屯上的一个大害 你不要看得为戏 我们倒应该想个法子来除掉它 除掉它 算什么一回事 它不过是一个什么东西 造庙的时候 它的祖宗就捐过钱 现在它却要来吹袭长明灯 这不是不孝子孙 我们上县去 送它五逆 阔婷捏了拳头 在桌上一急 慷慨地说 一只斜盖着的茶碗盖子 也一低声翻了身 不成 要送五逆 需是它的父母 母舅 方头说 可惜它只有一个伯父 阔婷立刻退堂了 阔婷 方头突然叫道 你昨天的排风可好 阔婷睁着眼 看了它一会 没有便答 胖脸的庄七光 已经放开喉咙嚷起来了 吹袭了灯 我们的极光臀 还成什么极光臀 不就完了吗 老年人不都说吗 这灯还是梁武帝点起的 一直传下来没有袭过 连长毛造反的时候 也没有袭过 你看 那火光不是绿盈盈的吗 外路人经过这里的 都要看一看 都称赞 多么好 他现在这么胡闹 什么意思 他不是发了疯吗 你还没有知道 方头带些藐视的神气说 哈 你聪明 庄七光的脸上就走了油 我想 还不如用老法子骗他一骗 微无神 本店的主人兼工人 本来是旁听着的 看见形势有些离了他专注的本题了 便赶忙来 岔开纷争 拉到正经时上去 什么老法子 庄七光诧异地问 他不是先就发过一回疯吗 和现在一模一样 那时他的父亲还在 骗了他一骗就治好了 怎么骗 我怎么不知道 庄七光更其诧异地问 你怎么会知道 那时你们都还是小把戏呢 但知道喝奶拉屎 便是我 那时也不这样 你看我那时的一双手 真是粉嫩粉嫩 你现在也还是粉嫩粉嫩 方头说 放你妈的屁 微无神怒目地笑了起来 莫胡说了 我们讲正经话 他那时也还年轻呢 他的老子也就有些疯的 听说有一天 他的祖父带他进社庙去 叫他拜社老爷 温将军 王林官老爷 他就害怕了 硬不拜 跑了出来 从此便有些怪 后来就像现在一样 一介人总和他们商量 吹席正殿上的长明灯 他说席了 便再不会有蝗虫和病痛 真是像一件天大的正式似的 大约那是斜碎附了体 怕见正路神道了 要是我们会怕见世老爷吗 你们的茶不冷了吗 兑一点热水吧 好 他后来就自己闯进去要去吹 他的老子又太疼爱他 不肯将他锁起来 哈 后来不是全屯动了公分 和他老子去吵闹了吗 可是没有办法 幸亏我家的死鬼那时还在 给想了一个法 将长明灯用厚棉被一围 气气黑黑地领他去看 说是已经吹席了 哎哎 这真亏他想得出 三角脸吐一口气说 不胜敢扶着致死的 费什么这样的手脚 阔亭愤愤地说 这样的东西打死了就完了 那怎么行 他痴心地看着他连忙咬手道 那怎么行 他的祖父不是捏过硬把子着的吗 阔亭们立刻面面相去 觉得除了死鬼的妙法以外 也为时无法可想了 后来就好了的 他又用手背抹去一些嘴角上的摆目 更快地说 后来全好了的 他从此也就不再走进庙门去 也不再提起什么来 许多年 不知道怎么这回看了赛会之后 不多几天 又疯了起来了 哦 同先前一模一样 午后他就走过这里 一定又上庙里去了 你们和四爷商量商量去 还是在骗他一骗好 那灯不是梁武帝点起来的吗 不是说那灯一面 这里就要变海 我们就都要变泥丘吗 你们快去和四爷商量商量吧 要不 我们还是先到庙前去看一看 方头说着 便宣昂地出了门 阔亭和庄七光也跟着出去了 三角脸走的最后 江到门口 回过头来说道 这回就记了我的账 入他 灰武神答应着 走到东墙下 拾起一块木炭来 就在墙上画有一个小三角形 和一串短短的细线的下面 画添了两条线 他们望见社庙的时候 果然一并看到了几个人 一个正是他 两个是闲看的 三个是孩子 但庙门却紧紧地关着 好 庙门还关着 破亭高兴地说 他们一走近 孩子们似乎也都胆壮 围进去了 本来对了庙门立着的他 也转过脸来 对他们看 他也还如平常一样 黄的方脸 和蓝布破大衫 只在浓眉底下的大 而且长的眼睛中 略带些异样的光闪 看人就许多功夫不眨眼 并且总含着悲愤 一句的神情 短的头发上 黏着两片稻草叶 那该是孩子 暗暗地从背后 给他放上去的 因为他们向他 头上一看之后 就都缩了颈子 笑着将舌头 很快地一伸 他们站定了 个人都互看着 别个的脸 你干什么 但三角脸 终于走上一步 结问了 我叫老黑开门 他低声温和地说 就因为那一盏灯 必须吹熄 你看 三头六臂的蓝脸 三只眼睛 长帽 半个的头 牛头和猪牙齿 都应该吹熄 吹熄 吹熄 我们就不会有蝗虫 不会有猪嘴温 嘿嘿 胡闹 关婷轻蔑地笑了出来 你吹熄了灯 蝗虫会还要多 你就要生猪嘴温 嘻嘻 庄气光也陪着笑 一个赤膊孩子 请起他玩弄着的尾子 对他瞄准着 将樱桃似的小口一张 道 你还是回去吧 躺步 你的伯伯会打断你的骨头 灯嘛 我替你吹 你过几天来看就知道 扩廷大声说 他两眼更发出闪闪的光来 丁一般看定扩廷的眼 使扩廷的眼光赶紧屁一了 你吹 他嘲笑似的微笑 但接着就坚定地说 不能 不要你们 我自己去洗 此刻去洗 扩廷便立刻颓唐地酒醒 之后死得无力 方头却已站上去了 慢慢地说道 你是一向懂事的 这一回可是太糊涂了 让我来开导你吧 你也许能够明白 就是吹熄了灯 那些东西不是还在吗 不要这么傻头傻脑了 还是回去 睡觉去 我知道了 齐了也还在 他忽悠献出音质的笑容 但是立即收敛了 诚实地说道 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 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 我就要吹洗它 自己洗 他说着 一面就转过身去 竭力地推庙门 喂 阔婷生气了 你不是这里的人吗 你一定要我们大家变泥丘吗 回去 你推不开的 你没有法子开的 吹不洗的 还是回去好 我不回去 我要吹洗它 不成 你没法开 你没法开 那么就用别的法子来 他转脸向他们一撇 沉静地说 哼 看你有什么别的法 看你有什么别的法 我放火 什么 阔婷疑心自己没有听清楚 我放火 沉默 向一声轻轻 摇曳着尾声 周围的活物都在其中凝结了 但不一会 就有几个人交头接耳 不一会又都退了开去 两三人又在略远的地方站住了 庙后门的墙外 就有庄七光的声音喊道 老黑呀 不对了 你庙门要关得紧 老黑呀 你清清了吗 关得紧 我们去想了法子就来 但他似乎并不留心别的事 只闪烁着狂热的眼光 在地上 在空中 在人身上 迅速地搜查 仿佛想要寻活种 方头和阔亭 在几家的大门里 穿梭一般 出入了一通之后 激光屯全局顿然扰动了 许多人们的耳朵里 心里都有了一个可怕的声音 放火 但自然还有多少 更深的折居人的耳朵里 心里是全没有 然而 全屯的空气也就紧张起来 凡有感的这紧张的人们 都很不安 仿佛自己就要变成泥丘 天下从此毁灭 他们自然也隐约知道 毁灭的不过是极光屯 但也觉得极光屯似乎就是天下 这事件的中书 不久就凑在四爷的客厅上了 坐在首座上的是年高得少的锅老娃 脸上已经皱得如风干的香橙 还要用手据着下海上的白胡须 似乎想将他们拔下 上半天 他放松了胡子慢慢地说 西头老妇的中风 他的儿子就说是因为摄神不安之骨 这样一来 将来万一有什么鸡犬不宁的事 就难免要到府上 是的 都要来到府上麻烦了 是吗 四爷也捋着上唇的花白的鲰鱼须 却悠悠然仿佛全部在意模样说 这也是他父亲的报应啊 他自己在世的时候 不就是不相信菩萨吗 我那时就和他不和 可是一点也奈何他不得 现在叫我还有什么法 我想只有一个 是的 有一个 明天捆上城去 给他在那个那个城隍庙里割一言 是的 割一言 赶一赶 斜碎 阔亭和方头以守护全臀的牢机 不但第一次走进这一个不易瞻仰的客厅 并且还坐在老娃之下和四爷之上 而且还有茶喝 他们跟着老娃进来 报告之后就只是喝茶 喝干之后也不开口 但此时阔亭忽然发表意见了 这办法太慢 他们两个还管着呢 最要紧的是马上怎么办 如果真是烧江起来 郭老娃吓了一跳 下巴有些发抖 如果真是烧江起来 方头抢着说 那么 阔亭大声道 这糟了 一个黄头发的女孩子又来冲上茶 阔亭便不再说话 立即拿起茶来喝 浑身一抖 放下了 伸出舌尖来舔了一舔上嘴唇 揭去碗盖 吁吁地吹着 真是拖累傻人 四爷将手在桌上轻轻一拍 这种子孙真该死啊 唉 的确该死的 阔亭抬起头来了 去年 连个装就打死一个 这种子孙 大家一口咬定 说是同时同刻 大家一起动手 分不住打低下的是谁 后来什么事也没有 那又是一回事 方头说 这回他们管着呢 我们得赶紧想法子 我想 老娃和四爷都肃然地 看着他的脸 我想 倒不如姑且将他关起来 那倒也是一个 妥当的办法 四爷微微地点一点头 妥当 阔亭说 那倒却是 一个妥当的办法 老娃说 我们现在就将他 拖到府上来 府上就赶快收拾出 一间屋子来 还准备着锁 屋子 四爷仰了脸 想了一回说 射间可是没有这样的闲防 他也说不定什么时候 才会好 就用他自己的老娃说 我家的六顺 四爷忽然严肃 而且悲哀地说 声音也有些发抖了 秋天就要娶亲 你看 他年纪这么大了 单知道发疯 不肯成家立业 设地也做了一世人 虽然也不大安分 可是香火 总归是绝不得的 那自然 三个人 一口同音地说 六顺 生了儿子 我想 第二个 就可以过计给他 但是 别人的儿子 可以摆药的吗 那不能 三个人 一口同音地说 这一间破屋 和我是不相干 六顺 也不在乎此 可是将 轻生的孩子 摆摆给人 做母亲的 怕不能就 这么松爽吧 那自然 三个人 一口同音地说 四爷沉默了 三个人 交互看着别人的脸 我是天天盼望 他好起来 四爷在暂时 静默之后 这才缓缓地说 可是他总不好 也不是不好 是他自己不要好 无法可想 就照这一位 所说似的关起来 免得害人 出他父亲的丑 也许倒凡好 倒是对得起 他的父亲 那自然 阔婷感动地说 可是房子 庙里就没有闲房 四爷慢腾腾地 问道 有 阔婷恍然道 有 进大门的西边 那一间就空着 又只有一个小方窗 枯木直炸的 绝技也挖不开 好极了 老娃和方头 也顿然都显了 欢喜的神色 阔婷吐一口气 尖着嘴唇就喝茶 未到黄昏时分 天下已经太平 或者竟是全都忘却了 人们的脸上不特意不紧张 并且早吞进了先前的喜悦的痕迹 在庙前 人们的足迹自然比平日多 但不久也就稀少了 只因为关了几天门 孩子们不能进去玩 便觉得这一天在院子里格外玩得有趣 吃过了晚饭 还有几个跑到庙里去游戏猜谜 你猜 一个最大的说 我再说一遍 白鹏船 红画集 摇到对岸歇一些 点心吃一些 细文唱一出 那是什么呢 红画集的 一个女孩说 我说出来吧 那是 慢一慢 声赖头窗地说 我猜着了 航船 航船 赤博的也道 哈 航船 最大的道 航船是摇鲁的 它会唱细文吗 你们猜不着 我说出来吧 慢一慢 赖头窗还说 哈 你猜不着 我说出来吧 那是鹅 得 女孩笑着说 很画集的 怎么又是白鹏船呢 赤博地问 我放火 孩子们都吃惊 历史寄起它来 一起住实习乡房 又看见一只手 扳着木栅 一只手 撕着木皮 其天有两只眼睛 闪闪地发亮 沉默指一瞬间 赖头窗忽而发一声喊 拔步就跑 其余的也都笑着嚷着 跑出去了 赤博地还将尾子向后一指 从喘吁吁的樱桃似的小嘴唇里吐出清脆的一声道 叭 从此完全静息了 木色下来 绿云云的长明灯 更齐分明地照出神殿 神龛 而且照到院子 照到木栅里的昏暗 孩子们跑出庙外 也就立定 牵着手 慢慢地向自己的家走去 都笑吟吟地 合唱着随口编派的歌 白鹏船 对岸歇一歇 此刻席 自己席 细文唱一出 我犯火 哈哈哈哈 活活活 点心吃一些 细文唱一出 第八篇结束 彷徨作者鲁迅 全书八篇 朗读结束